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恶梦 我的身体像这无尽的黑海 不停地坠落 坠落 醒醒啊 你醒醒啊 求求你 快醒醒 快醒醒啊 头好痛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了 快想想办法呀 还愣着干什么 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 你是谁呀 你看看你背后 背后 一堵钉墙 怎么了 就是这墙 这堵墙会动的 墙会动 什么 停 停下了 开 开什么玩笑 出口 对了 出口 没用的 这门从里面根本打不开 可恶 不行 这样根本没办法出去 我还以为你醒来能有办法呢 难道我们只能等死了吗 你是谁呀 到底想干什么 这样捉弄人 很好玩是吗 赶快放我出去 不然 弄 女人 对 对不起 原来你也是受害者吗 是啊 电话都被拿走了 这种鬼天气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这堵墙每隔几分钟 就会前进一小段 再过一会儿 我们就都会死了 你别慌啊 这个时候如果慌了 就什么都完了 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你身边不是有把斧子吗 用它劈开窗户就可以出去了 窗户 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窗户了 没有窗户 那你就把斧头交给我 我从这边的窗户出去以后 再想办法回来救你 那你算个毒誓 算是你会回来救我 法师不会丢下我 否则 我一定可以一起死 快 快发誓啊 不然 先一起死算了 我 我发誓 我宁愿以人格发誓 绝不会丢下你 不会独自逃走 如果违背誓言 叫我反身碎骨 不得好死 好了 我已经发过誓了 快把斧头给我 滴过去了 不行 卡住了 我来推 你也有力拉呀 我再拉呀 你拉不动啊 不行 这么硬拉不是办法 你从那边试试 能不能把洞窟大点 好 那我试试 怎么了 这声音 我倒 怎么会这样 这枪是 是花刚眼啊 拜托你冷静一点好吗 你这个样子我想不出任何办法 我 才能有什么办法 最多再有十几分钟 我们就会被这两摊肉架 只一下斧子就崩了个大口子 根本没法破坏花钢眼 我可是连出文都还没试过 那到底 你想的没 说起来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有印象吗 我怎么知道 坐地铁打了个盹 睡醒来就在这张破铁床上 我也没找谁惹谁 到底是哪个铁床 铁床 你是说你那边有一张铁床 有办法了 你快披来那张铁床 然后找一条床腿给我 这样我就能撬开木窗到外面去了 那我怎么办 你怎么救我呀 你看房顶 只是些烂木头 我出去之后 立刻爬上去 打破房顶 救你出来 快啊 没时间了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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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明远是吧 你千万别不管我呀 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出了名的手心用 加油啊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这次没停啊 丁月 你不会不管我吧 不要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不要抱歉我 丁月 阿姐 怎么了 就这么不小心啊 脚 脚伤了 你可是体育生啊 苏锦 快来看看 来 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受伤的 因为这个 我是看到大冬天的 居然开着一朵小黄花 我猜你会喜欢 小姐 说起来你读的是内科 推拿也这么厉害 还能在雪地里挖出草药 女神医啊 简直比我们的专业队医还要厉害 我爹可是最出色的苗衣哦 这些本事啊 我从十岁起就会了 苏锦 大都 方方 你们回来了 苏锦 你出来一下 没想到南方也会下这么大的雪 手机定位没有信号 估计信号站被雪压坏了 刚才 我和方方远远地看到上山市的路 已经被雪埋掉了 那 那怎么办 我们上山市碰到的居民呢 他会通知人来救我们吗 那个老猎户 我看他都七十多岁了 你能指望他冒雪下山去求救 小姐 我们商量了一下 我们准备从山的另一面找路下去 趁大家还没有出现食物和体力的危机 等等 那阿剑怎么办 他脚上还有伤呢 你小点伤 听我们说 如果等他的脚完全康复 只怕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我觉得 只有暂时留下他 然后再想办法来救 那怎么行 他受伤了 没有自保能力 万一 那总被全军覆没好吧 一朵花就把你收买了 你不是说 你不喜欢他吗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你们在吵什么 我都听到了 你们要丢下我 只不过是受伤而已 你们当我死了吗 芳芳 我们十年同学 你也说得出口 还有你大东 我们可是队友啊 不是这样的阿剑 他们只是一时着急 不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牺牲一个 总比大家都死在这里好 我们不会赶尽杀绝 这里有一半的食物 我们这就出发 小姐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别和我说话 我不想抱粗口 好 期待我们会找到救援队吧 消肿了 差不多可以走了 只要别太用力 食物也吃得差不多了 明天一早咱们也出发吧 谢谢你了 小姐 没有你我这次死定了 我像那两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其实 仔细想想 他们也没错 我留下来还能置你的脚 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去找救援队 总好过大家一起消耗食物 什么也不做吧 所以冷静下来之后 我已经原谅他们了 我爹说过很多当年闹饥荒的惨事 我爹说为了活下去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被赤尤大神原谅的 小锦 你人真好 吃的东西不够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趁天亮去找点吃的和草药 小锦 如果 我们能活着回去 做我女朋友吧 对不起啊 相比起体育尖叫 我更喜欢头脑厉害的男生呢 不好意思啊 你 阿剑 看我找到什么了 阿剑 阿剑 畜生 人真 畜生 畜生 男人跟我一样 对我自己能活命 你那些都是畜生 喂 喂 我说你这个女人 怎么动不动就骂人啊 你这脾气可不太好啊 我答应过救你 就一定会做到 快啊 还磨蹭什么 没事了 得救了 啊 啊 谢谢 我还以为死定了 以为你不来救我了 你要窒息了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没事 刚才 对你不信任 骂你的事 我向你道歉 我叫苏锦 医学院大二学生 你叫宁远是吧 你是做什么的 宁远 苏锦 是 你看四周 这究竟 是什么鬼地方 你 跳下来 我接着你 哦 胖妞 你该减肥了 不好意思 这看来是个海上的灯塔 好高啊 我们怎么下去呢 来这边 从这里应该可以下去 把床腿拿来 一二三 力气不小吗 女汉子 我先下去 你跟在我后面 慢点也没关系 小心别踩滑 知道吗 知道了 不好 怎么了 梯子 断掉了一截 那怎么办啊 只能跳下去了 跳下去 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别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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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跳下来吧 我接着你 可是 我害怕呀 没问题的 来啊 有我在呢 来了 怎么样 我就说一定接住你 好想要身体保费啊 好累 身体里一丝力气都没有 手脚好像被困住了一样 真是丢脸 我大名鼎鼎的宁愿 就这样死去了 也许这就是报应了吗 让我这样死在水里 等到了天空 希望他能原谅我吧 对不起 宁愿 宁愿 你醒醒啊宁愿 宁愿你没事吧 好 不好 他的头部受到了直接冲击 宁愿 不准死 你死了 我一个人在这种鬼地方 怎么办 你说过 不会丢下我的 不要死 答应我不要死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还是我怕 你知道你有多沉吗 塔下有个房间 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啊 没有人吗 好黑啊 豁出去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有人吗 有人在吗 没动静 是人是鬼啊 好可怕 有灯的开关 不知道能用能量 啊 哇哦 中国人 中国人 太好了 不要动 你以为你是女人 我就会放松警惕了吗 不要太小看你吃阳哥了 后腿 先把那个男的放下来 好 后腿听听到啊 啊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的 我 闭嘴等我说完 再敢打断我说话 我要你跟那个死伤的一样 是 是 说起来 这句干事怎么回事啊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些我都不知道 不说是吧 八婆 回忏那个家伙给你好处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啊 非逼我玩真的啊 老子对付女人可是有一套 我 我我叫苏锦 大学生 一觉醒来就在塔里了 你说的那些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信可以问宁远啊 就是她 我跟她一起从塔顶逃下来 她受伤了 请让我给她治疗吧 治疗 对啊 我是学医的 那个叫宁远的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认识她的 好啊 我现在就来问这个破坏 叫我问她话的时候 你敢插一句嘴我就捅她一刀 你知不知啊 可是 她还在昏迷啊 要她醒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了 说 你个妹妹啊 你 你是谁啊 有没有搞错你 现在是我的提问时间了 给我看清楚你认不认识这个靓女 靓女 什么靓女啊 我 我没见过这个大姐姐 你在说什么啊 宁远 我们才刚刚相互救了对方啊 从塔顶 小心 看来你没有记住 过一只要两类啊 偷一翻 走 不要啊 这就对了 要遵守规则吗 刚才算是黄牌警告 接下来再犯规可就是红牌 不要啊 不要啊 我没见过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宁远要说不认输了 难道 有伤害书努力 我要回家 吵死了 跟个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 宁远的样子 和刚才判入了人 难道说 闭嘴 别吵了 你给摔着 娘女 你们互相的口供可不一致哦 你怎么解释 我在问你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讲了 是 是这样的 她刚才和我一起 从近三十米高的爬梯坠海 她为了保护我 用自己的身体 承受了大部分冲击 当时 她好像是后脑部陷入水的 我怀疑 她因为脑部受创 产生了意识 记忆 身份 或对环境的正常整合功能 遭到破坏 现在 现在应该是解力症的一种表现 停 你至今万万的成了果呀 可不可以讲你至少能听得懂的话 就 就是我们俗称的 失忆症 你先当我是失忆小孩子啊 失忆症 你以为在拍赌神啊 要不要叫法国出来啊 是 是真的 黑柴这些找来对付我的人真是不好 不用你去 别问我吧 我不接受这个愚蠢的解释 不要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黑柴啊 求你 怎么才能相信我们 求求你 好吧 我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数三个数 用一句话解释给我听 两个初次见面的人 为什么他要是先自己来救你呢 你只有一句话的机会 如果你敢和我扯什么一见钟情 我立刻给他个痛快的 呀 等等 一句话 这就是一百句也说不清了 一 死定了 我们会死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知道 十七二十年后 灭成那样的干世 等等 十七二十年 三 谁敢到我腿去了摔摔 十年 还是二十年 大哥 你还不到三十岁吧 那么请让我先问一句 你这一生中 认识最久的朋友 有多少年 十年 还是二十年 认识最久的朋友 从三岁在孤儿院 算计的话 还是我 怎么 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非常不满意 不 接下来才是我的答案 如果大哥你认为 一个人肯定不会牺牲自己 去救一个初次见面的人 如果相识的时间长短 是让一个人去救 另一个人的唯一评判标准 那么 你的那些孤儿院的朋友 每一个都会为了救你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如果不是每一个 认识了一生的朋友 都可以为了你牺牲生命 那你凭什么说 一个宋媚平生的人 不会牺牲生命去救你呢 至少我会 我 我问的是他们每一个人 够了 你这个女人 老是不遵守游戏规则 你这个女人 走啊 快走啊 阿玥 非善 你们怎么了 非善 非善 你们他们怎么了 去 臣女人 要是我告诉你 我的朋友都是两肋插道的好汉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不会吧 很遗憾 他们的确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 所以 我不能反驳你 是你赢了 好了 过来给她治疗吧 嗯 音乐 小话说在前面 你没事吧 我还没有信念你 你还记得我吗 音乐 你是说我救了你 嗯 非常勇敢地用一种很聪明的方法 嗯 之后还奋不顾身地用身体保护一起坠海的你 嗯 嗯 对不起 完全不记得了 我语文不好 请少用形容词 啊 你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帅仔 你最后记得住的事情是什么 五年级上课时跟二胖一起看花花公子被老师罚战 不算早熟 哈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 真的是这个逗逼干的 他没事以前 真的很可靠的 现在该怎么办 你干什么闭着眼睛啊 眼睛有毛病 不啊 他眼睛好大好亮的 帅仔 把眼睛睁开 不行 我不能看大哥哥的样子 不然会被撕票的 你懂得还不少啊 你把眼睛给我睁开 不让我马上开始你 哎 不要啊 我这我这 亮女 在干什么 你看 这里这么潮湿 怎么会有这样一具干湿呢 已经形成了湿蜡 这具尸体 一定是后来放在这里的 亮女 为什么你不怕尸体啊 医学院里见多了 我爹又是苗医 匠头书家里都有好几本呢 看来需要调查一下这具干湿 帅仔 过来帮忙 是 没有外伤 表面上看不出死医 像是个海军 要不把衣服扒下来看看 啊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只是用刀刻上去的 这些数字 有什么意义吗 哎呀 完全搞不懂 这时候 要是他 会有什么想法吗 零 八 三 四 搞不懂啊 费脑筋 话说 大哥您怎么称呼啊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 我叫何智阳 叫我智阳哥就行 在一东连跟着大哥鬼老东打天下 前几日被小人暗算 就坐船跑路 谁知道一觉醒来就在这个鬼地方 你们呢 我叫苏锦 大陆苗族人 智阳哥你至少是坐船出海 我可是坐地铁睡着了 醒来就在这里了 我看应该是蛇仔鸣那个坡该遇到海景 为了跑路把我们丢到了这里 当时我看到船上有些箱子 可能装的就是你们 那坡该什么都卖 你们可能是他的货 是 那样的吗 应该不是那样的 智阳哥 智阳 姐姐说 我们被扔在塔顶有机关墙的房间 如果人贩子为了逃命 肯定不会做这么麻烦 又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再看看这位死去的海军叔叔 身上好像密码一样的数字 我觉得 这像是一个解密冒险游戏啊 游戏 这么说起来 回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简直就是 密室逃脱 那是什么 把冒险解密游戏 在现实生活中模拟出来 是一种在现在年轻人中 很流行的真人游戏 嗯 要想办法收集各种线索 才能通关 我们再到塔里找找线索吧 没用了 上学的楼梯就在门后面 我之前检查过 已经被炸毁了 你们之前讲的外面的梯子也断了 看来这座灯塔 已经没有探索价值 是这样啊 啊 干湿耳朵里 有一个直觉 什么东西 我看看我看看 是地图 这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像是我们这座灯塔 那这个花叉的地方是哪里 也有一个灯塔 可是 其他这些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这 这个 好眼熟 我 我好像在哪里 看到过这张地图 我记不清了 喂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讲清楚 我知道 我的灯 好灯 我丢你老毛啊 给我装神弄鬼 别打他 他是病人 不要这样对他 宁元 你没事吧 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跟我 跟姐姐说吧 不行 头好疼 一想就头疼 这张地图 我应该在哪儿见过 好像是谁画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着 但是为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 不要勉强自己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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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毫不胆怯 白龙尸体的亮临 还有一个装缝脉伤的帅长 这两个 会不会是黑柴的人 好疼 喂 起来啊 大白天的还不起来啊 我们准备出发了 出发 去哪儿啊 向地图上那个画擦的地方走 不管是什么人 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这个鬼地方 我都觉得 一定有什么在画擦的地方等着我们 好啊 好像是探险一样 可是 我们一个女人 一个商人 一起上路没问题吗 你们搞错呢 我可根本就没有在和你商量 我把话说清楚 我根本就没有信任你们 特别是这个装疯卖傻的衰宅 按江湖规矩 没有办法讲理数的时候 就看谁的拳头印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我的奴隶 对我的话要无条件服从 如果当干反抗我 或者让我发现你们对我不利 我杀你们的时候 绝对不会半点犹豫 知不知道啊 等等 停下 有问题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了吗 志阳哥 是县剑剑 上面还燃油血迹 也不知道是人还是动物的 你们怎么看 至少 这里不止我们三个人 那很好啊 如果增加更多的同伴 脱困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我说靓女 你是不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 在这个没有吃没有喝的鬼地方 你敢相信一个 数位谋面的陌生人吗 会做这种陷阱的 必定是个不简单的危险分子 至少 可以轻轻松松宅掉你们两个当早餐 为了活下去 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你一直都这么天真的话 很快就会被吃得连扎都不胜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 我们不可以随便暴露行众 一旦找到有其他人踪迹 要即刻隐藏身形 小心观察 对手是未知的 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相信 食物 淡水 情报 都是无比珍贵的资源 你们两个奴隶要在暗中去收集 食物和淡水 每人每日呢 只能派一定的料 当然作人奴隶 只能派到主人一半的分量 知不知道啊 一 一半的分量 有意见吗 一国为了防止最后的资源争夺 不如提前解决了你们 记住 这个世上的规矫 永远都是强者决定的 现在再回答我一次 知不知道啊 知 知道了 姐姐 宁人 你回来了 收货怎么样 我找到了好多不知道是什么的野果 是山草莓啊 太好了 姐姐你呢 我在摘蘑菇 另外补充一些草药 这种野山菇味道很好的 啊 姐姐你看 啊 是兔子 啊 逃掉了 你别吓到他了 小兔兔 快回到妈妈身边去吧 真是没话讲 都自身难保了 还在为兔子担心 要么你吃它 要么呢 别人吃你 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山洞 我们到那边去吃饭 帅仔 吃下生活 啊 是 哎 吃得好饱啊 好 娘女 去那边拿点干草 给老子铺床 帅仔 你不要动 让娘女去 你另有任务 过来我这边 你也过来吃一点啊 我 我也可以吃吗 当然了 男人要多吃肉才有力气 是 另外给你一个任务 守在这里 有人过来就出声喊 我去帮帮亮幕 要我一起帮忙吗 不用 还有 还有 我帮帮亮幕 我去帮帮亮幕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准进来 不然我会上来 知不知道 是 姐姐 你救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人来救你啊 难道这样哥 要伤害姐姐 别喊了 你打谁来救你啊 想要那个帅小艾伯 不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蓯燕 放开我 放开淑姐姐 放开我 快 快放开淑姐姐 衰仔 我说过你敢进来我就会杀了你 不 不 你快放开苏姐姐 立元 衰仔 你找死 破败 我说过你有胆进来我就会杀了你 你是不怕死 怕 怕得有命 到现在我还在全身发抖 可是有些事情就算是怕得要命 就算是全身发抖 就算再不愿意 也是必须要做的呀 因为 我们是队友 队 队友 对啊 队友 哥哥的职业是战士 负责冲锋扛伤害 还要承担一定的DPS工作 体力的保存是至关重要的 姐姐的职业是治疗 在这样的环境中 甚至比战士更重要 没有生存就没有DPS嘛 我作为RL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居中指挥是非常重要的 在高难度模式下 如果只会失误 必然团灭啊 一点都马虎大意不得 所以 我看到战士攻击本方治疗 怎么可以坐视不管呢 说什么鬼啊 妈的智障 什么鬼职业啊 你在玩游戏吗 战士治疗 你在国家家啊 居然被一个白痴削了一顿 我丢你老毛啊 这个山洞臭死了 让给你们好了 我自己到外面去住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休息 明天继续找吃的 你 你去哪儿啊 智阳哥 关你屁事啊 叶飞 我们是队友 看来 他们真的不是黑柴的人 我和智阳堂堂 异东莲好汉 居然被那样的白痴教训 真是丢脸 太不像我了 破坏 我们究竟还要在这个鬼地方待多久 救命啊 救命啊 什么事 有敌人 怎么回事 救命啊 不是我们在叫 是陷阱的方向 跟我来 救命啊 救命啊 现在在这里隐蔽一下 都不要出声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喂 小心 前面 先不要出声 死了 为什么不让我提醒他 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掉进陷阱 因为后面的人还没出现 后面的人 没错 那个陷阱很显然是人造的 而又肯定不是掉下去的这个人 那么 就很有可能是追他的人造的 把一个装寒下成那个样子 那后面的追兵 一定不是一般的可怕 来了 这 收网 请 请不要杀我 我还有一个女儿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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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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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 这个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已经周远了 我们先回山洞 藏起来吧 智阳哥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们要杀死那个人 他们 是十人族吗 你问我的话 那我去问谁啊 这个鸟地方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你们快点睡吧 不会守在洞口这里 你们自己也警惕一点 这个夜晚 才刚刚开始 捡起来了 再来两个 好 你稍微站开点 小心别砸到你 这 姐姐你的脚边 怎么回事 有十分 这 什么 没事 没事 只是姐姐差点踩到一只老鼠 这些啊 三八 野鼠而已啊 有什么大吉小怪的 要是把身犯上来怎么办啊 对不起 话说 智阳哥你出现的真是及时呢 是什么 智阳哥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 真的吗 谢谢智阳哥 放屁 脑子只是正好在说好小便而已 提起这个 姐姐你怎么了 刚才那么一下 我也 有点 不太舒服 怎么了 姐姐你没事吧 姐姐 讨厌 人家要上厕所了 哼 三八真麻烦 不可以投看哦 否则会长真眼的 这可是国际权威医学机构认证过的哦 知道了快去啦 谁稀罕哪 姐姐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吗 真 真 真心都没这么深 跑出够远了 憋不住了 啊 啊 啊 谁啊 啊 命远 只 智阳哥 是你吗 啊 不要吓我呀 啊 啊 啊 不好 姐姐 十八婆 不怕是一体怕老鼠 不会是遇到生犯了 啊 千万别出事啊 姐姐 救命啊 怎么办 赶快想办法救姐姐啊 别吵 让我想想 没办法了 拼了 我想拿飞刀 解决拿扶持那个 然后一起冲下去 拼了 好 好的 我会死的 你这些野人吃掉 野人 你好 又别了 还有宁愿 又别了 宗恩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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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嗯 哎呀 啊 哎呦 女 女儿 女儿 没事了 没事了姐姐 两位 这里很危险哦 这些野人很快救我回来的 咱们得马上撤离 女 女儿是 我是陆城的警员 随其堪定 有我在这里 你们不用怕 那边的那位 出来吧 差一捧 这里很危险 我们要马上转移 我们也有几位同伴 就藏在那边的悬崖 要不要一起来 好啊 人越多 安全性就越高嘛 我也同意 好 那事不宜迟 咱们就出发吧 等一下 怎么 差婆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去过香港 没有 怎么了 没去过吗 那就有点奇怪了 我都没去过美国 但是我敢肯定 我在哪里见过你 这个世界上相似的人很多 你一定是记错了 没时间说这个了 我来检查一下这个野蛮人 这 怎么了 奇怪 准心没问题 我瞄准的明明是头部 枪法不准了 差婆 不可能 我可是射击冠军 这个距离上 不会差这么多 奇怪 不好 就不回来了 大队先翻 快跑 请前进 别被弓箭锁定了 先走吧 前面有个陡坡 我在那里拖着他们 就在这里 警察姐姐 你也快跑啊 你们先走 窗口树林有条小溪 在那里等我 我马上过来 走啊 我帮忙下忙 她在掩护我们 快走 你多加小心啊 去去警官 枪声停了 不知道警察姐姐她怎么样了 不是死了 就是逃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再等了还一会儿吧 有件事 我想和你们两个人说 不管这个差婆 是否回得来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点 这里除了我们三个 还有很多相同处境的人 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 都不可以透露 地图和密码的事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谁都不可以轻易信任 情报或者活下去的 重要资源 不可以同别人分享 在这个胜利里 会使人的可能不只是身份 谁都可能来差一档 我看你们确实 也不是黑财的人 如果你们顺从我 我会尽全力地保护你们 我们三个共享支援 同心协力 一并活着逃离这个鬼地方 怎么样 要不要接受我的提议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听业远的意思 智杨哥 你这是要组队的意思吗 差不多了 我明白了 我同意 和其他玩家组队是可以有队伍加成的 不同职业的相互配合可以大幅加强战斗力 在几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组队可以有很多好处 在赤壁之战时 刘备和孙权的联军就战胜了强大的曹操 所以我赞成智杨哥的想法 真哪你没办法 那就这样决定了 按江湖规矩 我们再次立誓 这里没有办法开乡堂拜官二爷 大家就击扰为誓 我和智杨对官二爷立誓 从此与宁月同书锦 同甲共苦 生死不离 作为此事 身受三刀六斗而死 我宁月 愿意与智杨哥和苏锦姐姐组队 一切都听哥哥姐姐的 绝不背叛 否则 叫我永远不能回家 不能见到爸爸妈妈 我苏锦发誓 把宁月和智杨哥 当作自己的家人 获福同享 要是违反誓言 则永备赤油大神所弃 深重万国之毒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 一言为定 想不到我和智杨在跑路的时候 还会收小弟 你们这些中国人 不是在拜神吗 随喜警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时间了 野人虽然暂时撤退了 但我这里 也没有多少子弹了 这附近仍然很危险 跟我一起去找同伴吧 就在附近 大家集合起来 更有活下去的机会 好 那就请你带路了 真是写天 写地 我回来了 还带了几位新同伴 刚才啊 我们听到了枪声 就猜到你一定是遇到野人了 我们几个啊 一直在为你担心呢 我们几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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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真是谢天谢地 我回来了 刚才啊 我们听到了枪声 就猜到你一定是遇到野人了 你击毙了几个野人 莫子超帅的 我就知道跟着翠西警官就对了 可是这一下又用了不少子弹吧 这怎么行呢 子弹这么宝贵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乱用啊 什么 你说救我们几个是浪费子弹 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用 是吧 扑街 娘娘强 我看你不顺眼去单挑啊 sorry 我是不使用暴力主义者的了 扑街 不许你用暴力 你扶着挨手就可以了 别闹了 何先生 要想加入我们 就必须守这里的规矩 否则就请离开这里 规矩 灭规矩啊 这里的规矩很简单 大家只要遵守各自的法律 就可以了 看起来这位和尚 应该是香港黑道中人 但是在香港 暴力商人也是违法的吧 有没有搞错 你们都看到是这个娘娘 相先挑事的哦 言论自由嘛 他骂你 你骂还他就是啦 不要用暴力嘛 大家要团结才活得下去啊 对不对 没错 言论自由并不犯罚 但伤害队友是不允许的 特别是在现在的状况下 那个 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这里犯了罚会怎样啊 是情节严重轻则驱逐 重则处决 处决 这么厉害啊 这么说 那个拿着枪的差婆就是执法者咯 没错 那么问题来了 万一这个差婆搞独裁怎么办 凭什么让我相信她会公正执法 如果只有一个活命的机会 她掏枪把我们兜毙了 怎么说啊 首先 我不会这么做 作为警察 我是绝对公正的 其次 在现在的情况下 这是维持团结稳定的唯一方法 所以 你们无法接受 请离开就是了 我不会强制你们加入 OK OK 那我就不使用暴力了 大家一起做娘娘枪啊 我们都接受了 OK 好 既然你们愿意遵守规则 那我们从此就是伙伴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元川 日本人 石元商事的代表取第一 欧文强 台湾人 职业篮球运动员 罗密欧 英国人 演员 哟 娘娘枪 欧阳 香港易东林的人 苏锦 苗族人 医科大学学生 宁宇 曙光小学五年二半学生 小学生 这个样子 不不 你们不要误会 他昨天为了救我 头部受了重击 现在只是失忆了而已 其实他很可靠的 好吧 暂时不管这些 翠西警官 先说一下你今天的发现吧 好的 这次探索有非常重大的发现 在向南穿过丛林 大约步行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发现了大型建筑物群 是什么样的建筑 能形容一下吗 时期风格 我对风格什么的不太了解 远远的也看不清楚 非要说我的感受的话 很大 很近 在迷雾之中 就像是沉睡着的巨大怪兽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立即前往探索 等一下 如果那是野人的巢穴怎么办 那岂不是自托罗网 在目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吧 是啊 我也觉得还是稳妥一点 比较好了 我赞成石元先生的想法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去调查一下 保守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如这样吧 我们用最公平的方式 投票解决 少数服从多数 之前我们的成员是双数 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 就会很头痛 不过好在有你们三位加入 既然已经是同伴了 就请发表意见吧 智杨哥 我们该怎么办啊 是啊 该投哪边啊 哼 真是没办法 两个小鬼什么事情都问我 你们自己发表意见了 我都打算弃权了 对了 我弃权的话你们有意见吗 弃权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必须接受 没问题吗 好 我明白了 你们自己决定吗 我 我弃权 总之 我跟大家一起行动就是了 我赞成十元叔叔的决定 这个地方虽然隐蔽 但总是会被发现的 我们还是继续探索吧 好 三比二 结果出来了 大家出发吧 等一下 什么叫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还没有投票哦 和尚 搞什么花样 大家都听到你说弃权了 有吗 我只是问可不可以弃权 我没有说要弃权呢 好吧 那你决定了吧 能给个痛快的答案吗 好啊 我已经考虑得好清楚了 这次 我站在娘娘腔这边 我赞成留在这里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我觉得和尚并不是一个求稳的人 理由 很简单的了 我觉得好玩 所以就故意捣乱咯 什么 好了 说真的 我一直都想亲眼看一看你们所谓的公平 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看看你这个首领又怎么解决这个僵持的局面 我想 这并没有违反法律是吧 和尚真是个有趣的人 那么这样吧 第一轮平局 马上进行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 这就开始了 当然 在第二轮开始之前 我要先拉票 各位如果有关注社会和财经新闻 一定知道比人还算有些财产 所经营的跨国财团也正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 在第二轮里 所有跟我选择一样的伙伴 我会签一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给他 一千万美元 怎么样 在岛上虽然没用 但一旦返回现实社会 大家都吃喝不愁了 若 如果是这样 就算拼命也要支持实验先生了 真的是大小饼 不过 张公平投票前公然行贿 你这不是公然违法吗 不 这并不是行贿行为 私下向单独个体提供利益才是行贿 如果是为了实现全体成员更长远的整体利益 而向全体成员提供更大的利益许诺 以获得想要的更多的民意支持 这样的行为应该叫做 战略 战略 随西警官 贵国每次各种大小选举 候选者也必定会向选民们许下美好的前景 用来拉选票吧 是这样的 没错 民众是迷茫的 在问题面前不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作为领导者 就有义务提出合理的方法去引导民众走向正确的方向 这笔钱还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安全 和未来可能的脱险后的生活所做出的保证 希望大家支持我 所以 在我们那边 这绝对不是贿赂 而是战略手段 战略嘛 玩这时候我是没概念 算你厉害 我是没有那么多钱 不过 我也有我的拉票方法 靓女 帅宅 前轮投票我让你们自由选择 不过这轮投票我要你们支持我 好的 和尚 你又想弄什么花样 没什么公平吗 我也拉票啊 我们这里三个人全部投反对票 什么 你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而且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有四票了 就算你们三个都反对也没有用啊 我的拉票还没完呢 从现在开始 凡是投反对票的人 一人三千万美金 什么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十元先生会替我支付的 这是什么意思 何总 我非你 没错 十元先生抬手就是这么大的手笔 对于这件事情是势在必得 像我这种小混混 烂兵一条靠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混 漫天要架敲竹杠咯 十元先生既然又公平 又允许我们这些小人物发言 又这么有钱 那就多适合一点点 反正不管怎么样 结局都是一样 对吧 大家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对于站站那边的几位来说 只要你们肯过来支持我一票 那么就可以妥妥地拿到三千万 除非十元先生自己不想去 又或者十元先生其实并没有那么有钱 好了 拉票结束 开始第二轮投票吧 我还是选择同意探索 嗯 这 这样的话 那 那我也还是跟着翠希警官吧 那么 只剩下 不好意思 我改主意了 我选择新人这边 什么 你果然没有我失望了 我开始喜欢你喽 人家枪 你知道我们英国有句话 没有远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好意思喽 十元先生 别舍不得花钱喽 大恩客 这个可比抢银行赚钱多了 公平 还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好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讲 什么话 就请在这儿说吧 这里不好讲 单独到那边说如何 为什么不能当着大家说 那好啊 等等 还是到那边说吧 没事吧 天知道啊 没问题啊 可不是 什么事 你怎么能当着人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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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那个混蛋 能说出什么好话 不用管他 真的没事吗 都说没事了 走吧 我不想说这个 没事吧 翠西警官 我们到了 真 真是 好壮观啊 这真是 太壮观了 石原先生 一文看出 这是什么风格的建筑吗 有一点像玛雅人的金字塔 但又有一点不一样 金字塔 莫非我们现在在埃及 并不是只有埃及才有金字塔 在建筑学上 金字塔指角锥体建筑物 著名的有埃及金字塔 玛雅金字塔 阿兹特克金字塔等 甚至在中国 也有号称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皇陵 我们眼前 我们眼前这座从外观上看 很像玛雅金字塔 很像玛雅金字塔 我们现在很有可能是身处在南美洲 现在还不能确定 只能过去探索一下才知道的 真是太壮观了 远远地看 还没有这么强的感觉 坐在这上面 真的感觉好大啊 大家要小心 野人随时有可能出现 不要走散了 好 苏姐姐 这里好大啊 是啊 而且越想越觉得恐怖 怎么啦 一开始 我以为只是遭到绑架 或者 就像志阳哥说的那样 被人贩子运到这里丢下 可是 看看这些建筑 还有那些野人 我们现在 也许根本不在亚洲吧 还有 那具风干的海军尸体 密码一样的数字和地图 这一切 到底是游戏 还是现实 说不定 我们穿越了 来到了虚拟游戏世界 可能吧 只是越来越迷惑了 话说你远 为什么你能一直这样 无忧无虑的呢 为什么要不开心呢 我们不是都还活着吗 想不通的事 就不去想了 反正我的头也摔坏了嘛 这个金字塔 在地图上好像有标示出来 这说明 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那还怕什么 现在队伍人也多了 各职业都有 要是发生什么困难 大家一起想办法就是了 我可没那么乐观 所谓人无远律 必有情忧 如果什么也不想 停停停 我说过我语文不好嘛 别跟我说成语啊 我头痛 这可不行哦 不好好学习的话 以后可找不到工作的 四姐姐 我可有三千万美金哦 折合五亿多人民币了 我还找个屁工作呀 你的数学也要好好学习呀 你终于笑了 这两个小鬼怎么这么开心 十元先生 有发现 怎么了 发现了什么 焚烧的痕迹 还有微热 不久前 有人在这里生过火 生火 会是野人吗 不是野人哦 你怎么知道 野人 肯定不会用电池吧 这么说 这里还有其他人哦 而且 不久前还在这里休整 他们进了这座金字塔里面去了吗 各位 这广场的探索也差不多了 除了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已经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 我觉得应该进到金字塔里面去 一探究竟 当然要进去 都已经到这里了 难道要退回去 我是不会进去的 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危险呢 那不如这样如何 分成两队好了 一队进去探索 另一队 在外面候着作为支援 正合我意 那么我来分组 首先 我带领探索队 因为还算了解一些建筑和历史知识 翠西警官负责保护探索组的安全 好 苏小姐也请一起进去 负责应付突发情况的医疗工作 好的 体力工作的话 就请欧先生帮忙了 OK了 力气活就交给我吧 其余的几位请原地待命 如果探险队出了状况 请你们在不危害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尽力救援 可以吗 好啊 蒙满腿 行 我经过了 真的不客气 很厉害 什么 你最好 可不可以 还是 elas 我早看出你们三个新人 是一伙的 你锦和大哥都听十元的 但是只要我们联手 就可以掌握团队的话语权 至少可以赚上一票 怎么样 一起联手吧 我拒绝 对不起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一起 你说什么 难道你不想每次投票 都符合自己的想法 难道不想赚大钱 想想我们一起赚了三千万 你有没有搞错 何处 我只想利用你那一票而已 我一直在门里来 找我商量这种事情 现在把那张支票交出来 你干嘛 保理是违法的 法律 法律是要讲证据的 谁能证明呢 有三千万刀手 真义错 魔鬼 你会有报应的 送着桥 你能怎么样 以后在投票的时间 和我说对吗 没用了 投票 民主 你真的以为那种事情 有意义吗 能支派别人 那绝对不是什么民主 尤其在这个岛上 我一票都不需要 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因为我已经看穿了 整个投票的真相 你给我小心一点 看不顺你随时杀了 可 可恶 真是让人惊讶 好多文字 看来这是一种 很古老的文字 我是认不出来的 必须得是专业的考古专家 才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继续前进吧 苏小姐 走了啦 想什么 好 什么 你是说 你给志阳哥下了毒 什么时候 小点声啦 那时候在山洞里 他不是想非礼我吗 我们苗人会养护身骨 平时就藏在我的头绳里 就在那时候 他靠我太近 护身骨感受到危险 就自动攻击了他 中毒之后 七日内 必死 那 那么危险的东西 那志阳哥他现在 没事的 我现在觉得他不会伤害我们了 三人又结了盟 发了誓 我就已经给他下了解药了 那就好 不过 虽然已经下了解药 不过 在截骨时 会伴随剧烈的疼痛感 腹痛如脚 生不如死 也算是 给他一个教训吧 算起来 时间快到了 不会出事吧 好 好 我去那边开个大 你盯着一点 好 志阳哥 你肚子不舒服啊 不知道 肚子虎牙难小 十星犯 快跑 肚子 痛水 草 又知道有野人 完蛋了呀 志阳哥 怎么办啊 志阳哥 志阳哥你怎么了 难道 在截骨时 会伴随剧烈的疼痛感 腹痛如脚 你 你干什么 我去救他 疯了 送死了 疯了 疯了 破坏了 口头 已经都看不起了 宁愿和那个娘娘枪 逃掉了吗 你把 写定了 写定了 我把这也不会有一点难过 报应吧 来一下 救个好人吧 那是 什么 张哥 站住 快 我陪你走 吗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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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渊先生 野人 野人来了 快救命啊 开 开关吧 门 门关上 什么 什么情况 门怎么关上了 抓紧我 靖阳哥 靖阳哥 你没事吧 还好 晚 晚了 这下出不去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大门怎么关上了 是野人吗 宁渊 你没事吧 还 还好 没事 是野人袭击 你们把大门关上了 对 神宁员救了我 神宁员救了我 还有这个扑盖 想把我们关在外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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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的好吗 我好害怕啊 何先生 何先生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 如果不把大门关上 也许大家都得完蛋 作为情急之下的选择 我觉得无可厚非 这门疯得好严 肯定是出不去了 怎么办 疯死了 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种流沙开关是一次性的 不可能再开启了 这里面一定有别的出口 咱们进去找找看 宁渊 你的手 怎么了 宁渊先生 请把水电拿过来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肿 肿得好厉害 可是 不痛啊 不痛 智阳哥 快点把刀借给我 刀 没时间解释了 快 奔跑的时候 感觉好像被盯了一下 现在没感觉了 应该没什么事吧 情况怎么样 这 姐姐 血根本就流不出来 是一种很厉害的神经性毒药 如果 这股黑色伤生到心脏的水平位置 谁先也难救 最多 还有十几个小时吧 宁渊 对不起 我救不了你 救他 帅帅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 你救他 你不是治疗吗 如果他死了 我一生也睡不着觉的 你以为我不想的吗 这里什么药也没有 我会有什么办法 取药 对了 取药 我出去走生番抢解药 你以为我不想的吗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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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打开 让我出去 你弄的啦 打开 让我出去 可恶 没事的 治阳哥 怕什么呢 不是还没死吗 你 宁渊 你 怎么 不害怕吗 这个时候 害怕也没有用吧 石门已经关死了 要赶紧想办法到外面去 找到解药 我才能活下来 恐惧 伤心 急躁 如果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上面 我就真的死定了 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虽然只剩下小学生的记忆 也没有什么过人的特长和技能 但我此时有个很强烈的感觉 宁渊这个人 会是这群人中生存能力最紧的一个 紧急情况 改变探索计划 十二小时内找到出去的路 为了宁桑找到解药 时间紧迫 马上行动起来 好 立即出发 等一等 怎么就擅自决定了 我都反对票 就算找到出路 解药也在野人身上吧 难道还去送死吧 喂 你们怎么不说话 喂 投票啊 不是要投票吗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喂 不是说好的要投票吗 这次投票结果都和你不一样了 娘娘腔 赶紧跟上来吧 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恶 等我呀 你们这些人抢不抢力呀 我又没说不帮他 真是的 这条路很鲜的 似乎有水的声音 注意脚下 地面很滑 下面的水汽好大啊 我有地下河吧 这已经不是水汽的问题了 看着墙壁的潮湿程度 这条走廊一定经常被水填满 填满 别开玩笑了 等一下 前面有光 去出口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什么地方 在地下 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 好漂亮哦 是夜光石吗 简直就像 电子游戏里 才能出现的场景一样 这场景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头又通起来了 嗯 这地方好美 可有美的让人觉得恐怖 这宇宙一样的天地 在听着脚下轰轰的水声 整个人好像要被吞噬了一样 救命啊 谁 怎么了 不是 不是我们在叫啊 好像是那个方向 是水里 水里才来的 看那边 太好了 有人来了 救命啊 救救我们 拜托了 我可坚持不住了 快 快想办法救他们呀 等等 谢莫清楚情况 不要贸然行动 他们还不会那么快被淹死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爬到水中间去的 跟你们应该是一样的 不明原因的 被扔在这座岛上 至于这水 水位好像上涨了 快 快啊 我告诉你们 我怀里的这位教授 他能看懂野人的文字 他知道出口在哪儿 这里的水位是会升降的 我们刚才就是没有算好时间 才会被困在这里 不过我们长时间被困在这儿 已经磨清了大概的规律 先救我们 然后我们一起逃出去 怎么样 没时间耽搁了 命运时间不多了 先救他们上来再收 娘女 你包里的绳子呢 在这儿 可恶 太远了 我来扔吧 这种事情的话 我比较擅长了 也好 好了 大家准备站开一点 来了 这次 这次 我还在这儿歪了 好了 抓住了 你们抓紧我 好了 拉我们过去吧 成功了 大家都过来 大家一起拉 一 二 拉 一 二 一 二 你没事吧 没事 来 抓住 好 谢了兄弟 多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我安德烈感激不尽 多谢各位救命之恩 我安德烈感激不尽 好强壮的大汗 虽然没有篮球运动员那样高大 是的 但他身上那股铁血的胃肉 请多快照 还有那钢铁般的肌肉 绝对不是个一般人 安德烈 请问你们都是什么人 可以介绍一下吗 失礼了 那么为显诚意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了 安德烈伊万诺夫 俄罗斯人 佣兵 先隶属于以色列某军事组织 丁先生 利卡小姐 你们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好好 多谢各位爷的救命之恩 小人叫鼎和蠢 是铁年卫景祥院一个所向上的 向上 好啊 我再听向上了 你都回什么段子 说不上精通 四门功课 所学都差了 无关紧要的事情先不要说了 还是先说重要的情况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 这位爷 改您了 利卡小姐 好的 我叫利卡谢瑞尔 西西兰人 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个地方 你刚才提到有一位考古专家 是这位先生吧 是的 没错 这位基罗教授 是研究古代文明的专家 他能看懂这墙上的文字 崔西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 呼吸平稳 没什么大碍 应该只是有点虚脱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休息一下 摔下的情况允许吗 杰克弄醒他 问他出口在哪里 出口 就在眼前 随着水位的上涨 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到那个地方 我是迪奥吉罗 巴黎大学考古专业教授 我来解药说明一下 按照文字所示 只要到达这个房间的最高点 出口就会出现 最高点 不会在天花板上吧 不 这里这么多石柱 如果说最高的话 一定是在那里 可是这么远 是要游过去 然后再爬上去吗 没有那种必要 我们已经观察过了 这个房间的四壁上都有珠水口 就像那样的 珠水口会按某种规律 定时开启和关闭 随着机关的开启 水位就会上升 你们看 这个房间内有这么多高高低低的石柱 每个石柱上都有一个平台 我们只要某一次水位变化过程中 游到一个新的平台上 就可以在那里等待新的一次水位变化 只是我们还没有掌握那么详细的规律 在每次水位变化的过程中 该去的下一个点是哪根石柱 所以被困在了旁边 那好办啊 不就是游泳吗 我们只要跳下去随着水位上涨 游到那边就好了 选对选错没差了 杀刀哥 不可能的 什么 刺激警网 这位小姐说得对 这里的注水过程非常凶猛 四面墙上总计有八个直径 达五米左右的珠水口 在注水的瞬间 会形成巨大的漩涡 不要说是人类就是鱼 也不可能在如此巨大的力量面前掌握方向 刚才我们也以为可以随便试一试 没有经过太师的思考就下水了 结果因为水流太急 我撞到了头昏了过去 多亏安德烈他们救了我 幸好我们当时距离出发的平台不远 也没有及时赶到 否则 我抱着基罗教授 还有他们在 再次注水的话 我们绝对要为从那个平台上冲走 卷进漩涡 这水中充满了碎石 活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开始注水了 姐姐别怕 有我呢 每次注水间隔十分钟 所以不能蛮干 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 下一次注水 我们要到哪根石柱上去才行 破坏了 哪也能有时间呢 摔下中了毒 剩下时间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游客去 爬到柱子上不就行了吗 就算血流是大了一点 只要抓住石头不就没事了吗 和尚 我很理解你想救宁元的心情 我也很想帮助他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 而牺牲整体的利益 看看我们这些人 除了个别身强体壮的 像丽卡小姐 苏小姐这样 还有丁先生 吉罗教授 你觉得他们可以在激流中 穿过漩涡 并且徒手爬上的几十米高 滑溜溜的石柱吗 即使是宁元也不一定能够爬得上去 真 可恶 怎么办 在这种时候 究竟怎么样才能去理解 一根精确的石柱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只走不就好了 你 你说什么 你们没发现吗 虽然这里有很多高低不移的石柱 但如果说是要从这里 出发去最高的那根石柱的话 只要通过正面直线上的两根石柱 就好了呀 对 对呀 宁元先生说的对 我们被周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石柱 扰乱了视线 其实真正的道路就在我们眼前 没错 刚才这次注水 使得水位上升了五米左右 如果下次注水还是同等量的话 水位应该正好达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平台边缘 按宁桑说的 正对面的平台距我们大约三十米左右 游过去不是问题 而且这几个平台的高度差都在十米左右 这个高度的话 在十分钟之内应该可以全员爬得上去的 然后在下一个石柱上 再等待两次注水 就可以前往下一个平台 重复两次的话 最多花费一小时 最多花费一小时 就可以到达最高的平台了 可是 即使十米高 像我这样的人 也是很难爬上去的 没关系 就像刚才那样 侯先生 安德烈还有欧先生 你们几个身体强壮地先爬上去 然后再用绳子 一个一个把其他人拉上去就好了 没问题 等 等一下 等 一次间隔只有十分钟对吧 要游过去 又要先爬上去几个人 也就是说 这段时间内 其他人可都要等在水里啊 一次只能拉一个人上去对吧 除去他们三个 剩下的可是整整八个人啊 安德烈先生 照你估计 以你的速度爬上这个石柱 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石柱 大概花一分钟左右吧 其他人我不清楚 估计不会差太多 我在上去之后 就垂下绳子 其他人就算晚一点上来 只要帮我拉人就可以了 OK 放心好了 没问题 一般人游三十米的距离 大约也要一分钟 也就是说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最多有八分钟的时间 把剩下的人拉上去 平均每人一分钟 总之 就是越排在后面越危险 有什么好叫的 娘娘枪 照你说该怎么办啊 抽 抽签 我们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抽到后面的 撕自己倒霉 抽签 我不同意 如果是一个身体很弱的人 或者像宁远这样 受了伤的抽到最后 不就等于死定了吗 他本来就死定了好吧 凭什么来拖累我们啊 赤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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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说过 不可以伤害队友 请你保证不再伤害罗密欧先生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不说 也许抽签是唯一的选择 毕竟在很多时候 这是最公平的方式 放开他吧 他不会再闹了 苏姐姐 你是几号 五号 你约你呢 我们还在一起 我是六号 你们这么考虎我 相声哥哥你呢 我我七号 怎么了一可 我我十八号 最后一个 我一个女人身体又弱 我死定了 只好怪你命不好 我拿一号给你换 我们十元家的男人 绝对不会在女人之前逃命 而且我有信心 即便是抓着墙壁 也可以在激流中活下去 谢谢 谢谢 你们听 要开始了 冲啊 我上来了 快接着 快 抓紧了 谢谢 来 把手给我 上来 上来 孟元 你先上去 姐姐 那你 没关系 你快上去啊 摔下来上来啊 好 好 小财 加油 先先救我 小财 你没事吧 快来 苏姐姐 好 快 苏姐姐快上去 好的 时间 应该剩下不多了 你 姐姐你没事吧 啊 你员 姐姐 快抓住 丁先生 拿着 你也快上去吧 谢谢 谢谢师爷 下游 拉 好 不好 要开始了 快 快 快 用力快拉 好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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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啊 啊 unächst 好好敢 正在 们 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文字构成很简单 只有二十个字符 根据不同的排序组合 可以表达出非常多的含义 在当时非常先进 就在进入这个试炼之间的门口 明明白白地写着 只有登上最高的石柱 通往祭坛的门才会打开 只有二十个字母而已 可以表达出这么多意思吗 英文字母也只有二十六个而已 原来那些野人就是传说中的古一龙人 不 他们不是 那些强悍的野蛮人 在玛雅人的记载中 是古一龙人的奴隶 军队 甚至粮食 而在玛雅画中 古一龙有着特殊的含义 那就是 充满智慧与力量的蛇妖 你讲什么鬼话 蛇妖 还会有美毒沙跑出来吗 蛇妖 你不要激动 这可能只是古代人一个夸张的说法罢了 对啊 每个文明在古代都有很多离谱的神话传说 我们苗人也是 离谱 还有更离谱的 在玛雅人的记载中 古一龙人的智力远高于常人 局势文明的古代玛雅文化中 很多黑科技都是学的古一龙人 甚至传说 古一龙人拥有永恒的生命 永生不死的古一龙文明啊 我们 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可恶 怎么样想能逃出去 既然你说古一龙人如此神秘而强大 那玛雅人又是如何战胜他们的 玛雅人并没有战胜他们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的某一天 永生的古一龙人和他们所在的岛屿神秘地消失了 聂元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听着有点头晕 好像以前在哪里听到过 古老的金字塔 神秘的原始部落 巨浪滔天的洪水 不死的救济生物 一切都好像那么熟悉 又那么陌生 别想了 我们先想办法出去找解药 好吗 啊 一起活下去 就开始了 这边好 大家做得好 全员平安 毕竟有经验了吧 合作愉快 啊 就按这个气势 一股作气杀出去了 等 等 等一下 各位爷 你们看那边 那儿有一扇门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真正的出口在那边吗 你不是说出口在最高的地方吗 不 我说的是 只有达到最高点 通往祭坛的出口才会打开 难道说 其实那里才是真正的出口 那个平台和我们所处的平台等高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 只需爬五米 或者等下次注水直接游过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过去看看好了 不行 虽然等高 但是距离太远 我们耽误了这么久 很快就会下次注水 谁过去都是死路一条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俄罗斯有句谚语 彷徨时 不要改变自己的目的 我建议 维持原计划 没错 制定好的计划不要轻易改变 生意场上也是如此 既然教授说石壁上的文字写的是 出口到达最高点时才会出现 我相信古人不会骗我们 如果不达到最高点 即便那边是真的出口 也是肯定不会开启的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 那我们就一口气到达最高点再说 可是 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我们要登上最高的平台 我们至少要花费十分钟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 肯定会有再一次注水的 女子 你是说 是的 在我们登上最高点之后 我们现在的平台 包括那个平台 都会被淹没 而在最高平台上的安全时间 最多二十分钟 但在那之后 如果注水还在继续 整个空间都将被淹没 话是没错 可是注水不可能一直持续的 这里一定有个循环系统 没错 我们进来的时候通道非常潮湿 说明刚才有水退下去 也就是说这里的水是反复循环的 在注水达到一定程度后 一定有排水结构开启 等一下 可我们并不知道 上去之后还会不会有最后一次注水啊 万一还继续注水怎么办 就算还有一事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娘娘枪 所以我们先到达最高点 看看上面有什么再说 如果出口真实大便 那就趁退潮时有可能的十分钟空档 提那面游过去 如果不退潮 那去了那边也没有用 我 我挺各位爷的 我是没别的主意啦 既然大家都决定了 就这么办好了 好 既然大家都同意 就让我们先登上最高的平台再说 是死是活 就看这最后一次注水了 好 上面有一线门 吉罗教授 太好了 快拉我们上去 立刻敲锦 快 小心 智洋哥 智洋哥 你没事吧 好 好嘞 大哥师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没事 没时间耽误了 赶快 再爬上里帮忙啊 好 快 下一个 快抓住 你先不要乱动 阿德利 先拉我上去 串西 发生什么事了 那边的石门 打开了 可恶 这 这到底怎么办 快 你们先上来再说 怎么 会这样 怎么回事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那边的石门打开了 现在水已经涌进去了 串卡小姐 她 串卡 她 她怎么了 她现在人呢 她到底在哪里 我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她安动了石门上的机关 石门翻转 把她关到了里面 我们没能来得及救她 什么 快 快想办法打开石门 没用了 都写在这里 这上面写了什么 这上面写着 登上这个平台的人们 只有其中一名勇士牺牲自己 才能打开通往祭坛的大门 串卡姐姐 没有时间被伤了 你说真的出口已经出现了 那么那边的平台才是真正的出口 刚才确实看到那边的门打开了 可是现在已经被完全淹没 我们怎么才能过去 没错 这里都写得很清楚了 在按下开关之后 水位已经不会再长高了 在下一个时间点开始 排水系统将开启 我们只有趁着下降的水势 在水位没有降到太低之前游过去 那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游过去 没那么简单 排水时会产生更大的漩涡 没错 见过家里的浴缸吧 而且我们这次将没有平台躲避 全城都在水中 那 那不是死定了 有 有办法的 我们不是还有绳子吗 我们集体拉住绳子 趁现在快点游过去 我游得很快 只要找个地方 把绳子拴住 大家就可以顺着绳子游过来 虽然不算万全 不过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出发 开始排水了 大家抓紧 不行了 不行了 眼前一片漆黑 行脚先要扎那样 已经到气象了吗 师父 我来见你了 我来见你了 街坊头喝米汤 我打了怪婆娘 街坊头赶大声 你妈钻了耗子窝 你妈太 太救人了 小街坊一急够街坊了 笑死我了 哎呀 妈呀 肚子疼 走 你不是让我被守堂尸给爷爷听 爷爷就还你书包啊 缩宿沧戏 劝人放 散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 众有报 人见赠道 势残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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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岁数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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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人啊 这 这 知道我街坊 还 偏偏 你 偏偏来个什么 转空流 这 嘴皮子六 了不起吗 嘴皮子六了不起吗 嘴皮子六 算什么本事 嘴皮子六 当然不算他本事 不过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也是个街坊 你 你 你 骗人 我六岁拜使学艺 二十岁才第一次邓台演出 为了能完整地说一句话 我整整用了五年时间啊 五年之间 我除了睡觉 我连吃饭腊食 都在不停地说话 到了三十岁那年 我终于出事做了老板 有了自己的班子 主阁山镇的名字 才开始被世人所知啊 古有横行者 与共能一善 铁杵无魔称针 这就是我主阁山镇名字的由来啊 横行 你有吗 我 我 我能 我能做到 你这叫决行 不叫横行 那我该怎么做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你只要在这一生之中 始终能做到这四个字 绝不认识 绝不认识 快看 小丁哥在那儿 他没法开手 死了 死了 抓紧 我们拉你过来 快走啊 走啊 加油啊 就快到了 千万别松手啊 拉住啊 你 你 上来了 我没有人说 师父 我活下来了 好了 总算平安到达 按门上写的 这里就是通往祭坛的出口了 没有时间耽误了 我们赶快进去吧 好 来 来 这是 这 这难道就是 刚才说的蛇腿了 不 这只是普通的蛇腿而已 只不过 从这些蛇腿来看 恐怕已经活了几百年了 并不只是这样 这里怎么会有 如此多的人骨 不管怎么说 这里都是个危险的地方 帅宰 你怎么了 宁愿 你怎么了 宁愿 帅宰 怎么了 没事吧 不好 他在发高烧 毒 医经 可恶 如果再不快点出去 找到解药的话 宁愿 安德烈 你放手吧 让我来背着他 可是 等一下 放下他 我来背着他 我来背着他 我背着他 行动更快 你想救他对吧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帅宅就暂时拜托你了 但是 你要是敢对他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了 大将 快到这边来 怎么了 这 这是 这是什么 这应该就是之前提到的祭坛了 这周围也不像有出口的样子 再耽搁下去 再耽搁下去 再耽搁就完了 再上去看看再说 好 等一下 何操 走 有一道门 太好了 何先生等一下 大家要小心一点 可能有陷阱了 这 这是 我以老家说我过来看一下 怎么了 何先生 这门怎么打开 门上可有很多的文字和图案 这上面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能看懂吗 应该可以的 我来看看 这是 人类 亵渎了天神 神明对世人降下诅咒 人们病死 为了祈求神明的宽恕 人们向巨蛇之神献出祭品 神明 古一龙人 大蛇与祭坛 你们谁 快躺在祭台上试试 谁去那个祭台上 躺下试一试 明白了 我去试试 小心啊 崔西警官 我去 神门打开了 好 那我们快走 等一下 祭坛 是人类为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之情 而社里的仪式是需要祭品的 祭品 翠西小姐 再坐起来试试 好 这 一定要有祭品 否则这扇门便无法打开 神明并不都是仁慈的 为了他人能活下去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留下来 按你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之中 一定要有一个人牺牲自己吗 等 等一下 就算不用人 我们找一些石头过来代替 重量一样不就好了吗 对 对啊 就这么办吧 这是个好办法 那我们就赶紧去找一些 石头什么的来吧 好 出发 这里没有什么大石头吗 对 这个是你自己出的主意啊 找不到你自己留下来 看这边 这里有一些石头 快过去搬过来 好 你拿得动吗 没问题 就这么一块石头的话 你没事吧 这石头怎么跟沙子一样啊 这里的石头时间太久 都风化掉了 根本没办法搬运 这个台词反倒是很结实 根本就拆不上来 那 那怎么办 这么下去 唯一的办法 只好留下来一个人了 那 那也 那也太残忍了吧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要说有人留下来的话 当然就是这小子 你说什么 你说要把你远留下 我不同意 那你们谁愿意拿命跟他换的话 我也不反对 道理不用我多说 难道牺牲其他人 带这么一个雷坠吗 现在的他 只是一句还在喘息的尸体而已 好好想想吧 就这么背着他 出去了又能怎么样 外面还会有什么危险 我们根本不知道 反正也要死 为了我们大家牺牲 他也会很高兴的吧 不 不行 放弃救一个人 和谋杀没有区别 石渊先生 这是违法的吧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 为了集体的利益 有时牺牲下个人 也是合理的选择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能为大家牺牲 我相信 宁元也是这么想的 那就投票吧 要不要留下那小子 赞成还是反对 投票来决定好了 怎么样 投票来决定的话 的确是最公平的 石渊先生 何先生 你对这个提议 也没有意义吧 那么开始投票吧 赞成留下宁远的人 请举手 我赞成 我也赞成 吉卢 岳定先生 和欧先生也 吉洛教授 我 我长期在户外 进行考察研究 每次出发前 也都是做好了 死亡的准备的 如果把宁远还成是我 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虽然很难过 但是我支持罗密欧的想法 有结论了 赞成六票 反对四票 宁愿会被留下来 何先生 没有问题吧 对于投票的结果 我是没有意义 不过想要害我的兄弟 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哪样谁先上 你 你太卑鄙了 这样投票还有什么意义 安德烈 快把那小子交出来 对不起 我是个军人 在战场上绝对不会舍弃战友 你 你们别闹了 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吗 我倒是有个主意 这 什么主意 我的主意就是 何先生 不要做傻事 放心吧 我不会要谈命 你 这是暴力 违法的 这就是法律啊 英国佬 我提议把这个破盖的留下 反对的举手 反对的 那么 就这么定了 喂 老陶 你确定这条路可以出去 不确定 暗门上写得应该没错的 良宇 摔下怎么样了 状态非常危险 呼吸越来越弱了 破盖 这个人看似粗 其实心思缜密 先摆出态度和实力 接着干净利落让反对声音消失 对于心里的揣摩也很到位 一般人投票让活生生的人死 一定会很犹豫 但是 他却只要反对地去守 对我和翠希的内心把握也很到位 他也知道我也不喜欢罗米王 他也知道 在那种情况下 只要不弄出人命 我就不会出手 充满负能量的人 谁都会讨厌 在我开始说投票的时候 就计划好了吗 是出口 出来了 恍如隔世一般 多亏大家齐心协力 欧先生 我们活着过来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印第安穷斯 对 怎么样 有可以用的草药吗 我没有把握 不过 一般来说 在毒物生长的附近 可能就会有可以克制毒物的解药半生 我想野人使用的可能是蛇毒 那么在蛇巢的附近 存在解药的可能性很高 我们去找找看吧 苏小姐 宁愿他怎么样了 看起来稳定多了 让他多躺一会儿吧 好 我郭绪把那个娘娘枪带过来 安德烈 一起过来帮忙 在那边搬两块石头把它换回来 好 我们也趁这段时间做一点准备 丁先生 欧先生 请你们去采些食物 没问题 好的 翠夕小姐负责警戒 交给我了 吉罗教授 我们去折一些树枝当作武器 好 你 这是 谁帮家货 竟然把我扔在这里 出 出口 不会吧 不会吧 不 不 不要我 不 不要我 开门 救我 救救我 有人吧 救我 救我 不 不 我 不要 我不 穆远 你醒啦 不是 吗 这 frage 我疼好疼 醒过来就好 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要勉强 再休息一会儿吧 这 什么情况 好像是罗密欧 怎么办 看来一定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娘娘枪 扑该了吗 这里很危险 赶快撤退 看来他已经没救了 好 太好了 草药很有效 我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了 谢谢苏姐姐 不要勉强哦 这下放心了 年轻就是好 真是可怕的恢复能力 不好了 报告你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欧先生 欧先生他 不好了 快走 来 我扶你起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呃 向上哥哥 是西警官 快跑 是 叶先生 欧先生他怎么了 他逃跑的时候使徒坠崖了 什么 小心 智阳哥 来 前面 智阳哥小心 智阳哥 你 你 别 别 智阳哥 你 宁子 不要急 刚才我确认过来 牙下是一个大狐 何先生多半不会死 你 你说真的吗 你看 应该是受了重伤 在那边 有一条路可以下去 我们走吧 喂 大哥呢 醒醒啊 没事吧 喂 朕就得有大哥是 走 何先生 真是多谢你了 这应该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 怎么跟他们会合 何先生 你的手 这 这什么 是大水汁 不 不行 不能硬拉 要用火烧才行 火烧 尝尝这个不该 下来了 这下回跳 你脖子上也有一致 快把衣服脱上来 快 快帮我看一下 你 你这扮上 全都是啊 破坏 好了 想办法去找他们吧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可疑的样子 不要碰比较好吧 说了不要碰啊 哇 好香啊 还真像好香哎 苏小姐 这些是什么呀 应该是山谷里的 瘴气平均成的气团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碰到 是金安科他们 女人 小心啊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你们快看 欧先生背后好多血呀 没事的 这些只是水质咬的伤口而已 没有大碍的 让他们静躺一会儿 应该就没事了 好 她好晕哪 正阳哥你醒了 啊 醒了 哈 摔 摔想哎 你没事了 哼哼 原来是这样啊 罗密欧也遭遇不幸了 是啊 没能来得及救他 你这小子害我担心了半天 多亏了苏姐姐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我们先收集一些食物吧 大家也一夜没有吃东西了 我还是负责警戒 不好 是野人 我们被包围了 怎么办 先不要牵举妄动 这事完蛋了 不要喊 冷静 刚出骨血又入狼窝 骂他 拼了 我呀 教授 他们说什么 他们收领说 暂时不要动手 怎么办 你可以和他们对话吗 应该可以 现在只能谈判 听天由命吧 你 我们的话 听懂的 为什么 你 你可以说文明语言 古一龙语 知道的 独眼老头 只有他 你们什么关系 独眼老头 你 你说会讲古一龙语的独眼老头 难 难道 说 不说的话你们吃了 我 我不能确定你说的独眼老头是谁 我的古一龙语适合我的老师 巴黎大学的让极科教授学的 教授去世已经十几年了 向您七十九岁 不过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的确是一个独眼的老长 我现在被祭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账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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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他们口中所说的神医 就是那个已故十几年的让极科教授 我不敢肯定 但是 从他们形容的来看 无论怎么想 都和他非常相似 说起来我的老师 确实拥有考古和医学的双疗学位 在战后的那个年代 像他这样拥有双学位的人并不多 夏小艾 你没事吧 他们给我用了解药 已经好多了 手臂也慢慢会做知觉了 那就好 我看他们是要压送我们去他们的老巢 我刚头看了地图 那个野人的村落是在碧京的路上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走遗忘了 当时要找机会 咱们就一起跑路 记不记得 好 还好啦 至少这样我们暂时不会死 可是你的老师不是早死了吗 怎么又出现在这儿了 会不会是在他去世之前 曾经来过这里的 不可能 老师去世前 都没有长时间离开过法国 我几乎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 除非他会分身 先别想这些了 还是想想待会怎么应付吧 我根本没学过半点医学知识 届时也只能倚仗苏小姐了 我只是个医大学生 而且万一是什么不治之症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脚更软了 别紧张 对他们的微笑 别紧张 对他们的微笑 父亲治病 父亲治病你去 不好治 你们后果 嗯 嗯 苏小姐 嗯 什么 女人 女人治病 你们想父亲害死 你是说女人不能治病吗 女人不可以 对了 我记得文献上记载 吴一龙人有着非常严重的男尊女卑的观念 女人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 欺骗 你们欺骗诅咒 独眼老头治好了 你们 不会 欺骗 请等一下 我们没有骗你 我们会治病 只是 我们只有她 她会治病 请相信我 女人治病不可以 请相信我 她真的可以治病 不行 女人 父亲治病不可以 我 你这儿的老头 我 你给你 你这儿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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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那个抽烟的老头说 大哥让那个女人进去试试 这个大哥子还是不肯 抽烟老头便说 以前 谁能想到独眼老头能治好这种诅咒呢 这些人比我们想象的厉害 何况 这是大哥的意思 让他们试一试 不行 再杀掉他们 两位 请上来吧 请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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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头的文明语言说的好多了 小圣仙 看来他学习我们的语言 很长时间了 到了 两位 这就是 我们的大王了 先是胃寒 再是怕热 反复出汗 之后又更怕冷 初步诊断 是高发于南美地区的恶性疟疾 患者后期会患上贫血 脾脏肿大等病发症 若不及时治疗 死亡率非常高 既然知道原因了 那怎么样 能治疗吗 治疗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小心护理 补充足够水分的同时 扣服奎宁 这 这前面的好办 奎宁 咱们肯定没带着吧 是啊 确实没有人带着奎宁 不过我想 可以试试用金金纳树 来提取奎宁 它的树皮 是提取奎宁的重要原料 金金纳树 这种地方会有那种树吗 金金纳树 喜欢阴暗潮湿的雨林环境 既然我们正身处 南美热大海岛 我相信这外面的雨林里 一定有 我们和首领商量过了 他同意我们派三个人 出去采药 其余的人 在这里作为人质 如果明天天亮之前 没有带着药赶回来的话 即刻处死全部人质 三个人吗 如果 要分辨 要分辨金金纳树的话 苏小姐肯定要去 同时深夜雨林非常危险 要考虑到体力 身高 以及各种野兽的危险 翠西小姐 请你陪同保护苏小姐的安全 可以吗 好的 没有问题 既然说到身高 那我也 等一下 可不是就你一个人有身高 既然还要考虑到作战的可能 还是让我去吧 热带雨林作战 我可不是第一次了 说得有道理 那就拜托你了 对了 何先生 还要借你的刀一用 智阳哥 应该没关系的吧 反正现在也用不到 装备先借给出击人员嘛 给你万俄功劳 会用吗 不会就换我去 放心吧 保证完毕归赵 再说 就算换你去 应先人也去不了 不是吗 智阳哥 怎么办啊 姐姐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你问我 我需要谁啊 官儿爷保佑 让他们平安归来 嘿嘿 这些野人 信奉古一龙大蛇为生命 每当此处爆发大规模的瘧疾 野人们束手无策 惊恐于死亡的痛苦 便将此称为 神的诅咒 他们将感染者送去祭坛 作为献给古一龙的祭品 以求神明的原谅 直到十几年前 一群白皮肤的魔鬼闯入了这里 他们拿着会喷出火焰的棍子 可以轻易杀死最强壮的战士 当时有很多人被他们抓走了 后来 他们消失在了喷火的山峰里 会喷火的山峰 直到有一天 一个独眼魔鬼走出了会喷火的山峰 又回到了这里 和其他魔鬼不同 他会说古一龙语言 并且懂得医术 当时古一龙大神降下诅咒 却被他化解了 没有人死去 我们都很感谢他 他在这里受到大家的尊敬 渐渐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住了很多年 这里很多人都学会了他的语言 直到某一天 大海尽头来了一支奇怪的船队 独眼魔鬼就不见了 会古一龙语 独眼 凭这两点 你能判断出 那就是你的老师吗 这个世界上 懂这种语言的人 原本就很少 再加上他又懂医术的话 医术 要生死 难道说 怎么了 你想起来什么了 我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 原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怀疑过这件事 老师 真的是这样吗 老师 金吉纳术长什么样子 我们该怎么找啊 大概五到十五米高 样子很特别的 勇望过去红一层绿一层 相互交叠 只是 现在在夜里 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没办法 再难也要继续找 那么多凶险都闯回来了 对吧 对啊 没问题的 你在看什么 不好 没事吧 我 没问题的 这次 绝对不会再放过你 等一下 你们看那边 神经经纳术 不 太好了 快去尽可能多拔一些书品 对 你说什么 你是说 你老师并没有死 可 可是 你不是说你亲眼见到他去世 而且还参加了他的葬礼吗 考古是非常烧钱的 需要国家或者大财团的支持 才能顺利进行 而对古一龙的研究 则更为浪漫 之前我们甚至无法确认 它的真实存在 无法创造价值 但是 就没有人愿意投资 研究一度中断 那而忽然有一天 老师重新启动了项目 我一直很奇怪 是哪里来的研究经费 老师说 是一家私人机构赞助的 他不肯透露机构的名字 相应的 他和对方签订了很多协议 其中包括死后遗体的捐赠 所以 葬礼过后 老师的遗体并莫烧掉或是下葬 而是 被那个机构的人带走了 你当时确定过吗 你老师的物理死亡 当时他突发心脏病了 我就在他身边 虽然我不懂医术 不过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 应该不难 那 为什么现在你又觉得他还活着 因为 除了考古 他同时也是一个精通药理的医学家 就在他去世前两年的某一天 我去他家里找他 老师 我来了 老师 奇怪 叫我过来人却不在家吗 老师 老师 代高乐 你这家伙 又睡在这里 怎么连来人了都不理啊 老伙计 醒醒醒醒 死 死了 你来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写东西 老 老师 老师不好了 代高乐他 他死了 我知道 就让他先躺在那儿吧 老师 我给你看看 我对几条古异龙语的罪心解读 老师 怎么了 代高乐 代高乐他死了 他不是您最爱的狗吗 你还真固执 好吧 你还记得达西玛格瓦这个词吗 达西玛格瓦 当初我们一直以为 他指的是万寿无疆之类的柱词 但是在其他一些文献中 联系上下文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柱词 不是柱词 不会吧 类似万寿无疆这种词汇 无论在哪种语言中 不都是对神明 或是君主的歌颂吗 那是因为人类 无法实现万寿无疆 而人类渴望更长的寿命 医学是在进步的 古人也许只能活三四十岁 如果他们能见到 现代医疗技术 说不定 现在的我们对他们而言 就是万寿无疆 所以 这也许并不是一个柱词 他说的是控制生死的意思 控制生死 您再开玩笑吧 他们不过是 已经失落的古代文明 控制生死 说到底也只是神话传说 你上次不是还说 他们就像外星人 或者是未来穿越者一样吗 我只是随便说说 还有您在做什么 您现在想救他 也来不及了吧 就算您再精通医术 他也不可能救活了 除非 除非 我能控制生死 这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您还是快把它买 这 你看 现在你还觉得 控制生死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吗 当然 我的老师不可能控制生死 这一切都只是他 稀弄我的把戏而已 假死药 老师 您竟然做出了这样厉害的东西 可 可是 这东西对临床治疗有什么用途吗 您研究这个干什么 我做着玩的 没想过用来做什么 让我们回答刚才的话题吧 既然古一龙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惊喜 我觉得不妨再多相信他们一次 你觉得摩拉奎莫等这一句 应该怎么理解啊 不老不死 永恒的生命 是的 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不 没什么 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对这些词如此在意 只不过是一些古人的神话而已 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吧 已经闻到了墓地的味道 这世界是如此美好 还有那么多学问等着去研究 还有那么多美酒等着去享受 如果真的有永生不死的答案 基罗 你愿意舍弃一切去寻找吗 老师是一个思维极其狂野跳跃的人 当时的我 以为他只是前一天晚上喝多了 所以也没太往心里去 两年后 他因为突发心脏病 死在自己家中 老师没有什么亲人 只有几个学生和一些同事 参加了他简单的葬礼 之后遗体就被人医约带走了 现在 我们不明所以地被带到这个 有着古一龙文明遗迹的岛上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批文明社会员 其中 还有一个精通古一龙语言的独眼老扯 几颗老师 会是你吗 你真的舍弃一切去寻找答案了吗 你还活在这个世上吗 吉罗教授 我有些想法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觉得 你的几颗老师生死的真相 就是解开我们目前困境的关键 我们大家被带到这里 一定是有原因的 当年是什么人带走了你老师的遗体 又是谁在自助他进行古一龙和夹死药的研究 那群来这里的文明人是谁 他们在火山里做了什么 只要这次 我们能治好野员爷爷 活着离开这里 一切答案 一定都可以在那座火山里找到 好 好了 这下一定可以救大家了 那是什么 不知道 他应该是想攻击你 看 你们看那 好 不干的 别这样 几位爷 这事件不还早着呢吗 你不要这样子嘛 我的同伴马上就会带着要回来的啦 要得干了就干杯 十元先生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救我们啊 他们一定是跑了 不会回来救我们了 不 苏姐姐他们 不会丢下我们的 帅帅 亮女也许不会逃走 但是那个柴婆她 你说翠希警官 她怎么了 不 没什么 现在也只能求神佛去保佑他们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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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说好等天亮的 现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啊 对啊 请再等一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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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错了 你哪儿呢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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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你快看啊 是 是苏小姐他们回来了 不要 不要 你吓死我了 你 你在吃肉 你在吃我的肉 什么你是肉的 我跟你讲哈 算你走运了哈 再晚几秒钟 你都被烤成肉串了的 那 那他们带药回来了 你觉得嘞 不然在盘子里装的 就是我们的嘞 苏姐姐 水只剩下二分之一了 你先找个东西装起来 要这倒掉 再煮下一锅 哦 哥父母 哈万 红白纲 罗马士丹英 谢谢你 父亲 好多了 不用客气 我会讲你们治疗瘧疾的方法 以后 你们再也不用拿人 去喂那些大蛇了 谢谢 朋友 永远是 我们想报答 怎么 报答 我们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来 我们想找到回去的路 你们知道怎么送我们回去吗 艾德 说来话长 我大哥还很虚弱 我们出去谈吧 爱豆爷爷 你们的文明语言都是跟那个独眼老人学的吗 是的 不过他和你不一样 他不肯教我们治疗的方法 还是你人好 虽然皮肤这么白相貌丑陋 不过女人心肠好才最重要吗 多谢话长 穿过那片树林 就可以到喷火的大山里 当时很多和你们一样的人去过那里 可只有独眼老头一个回来 对了 艾德爷爷 你有没有见过这林子里的一种可怕的猴子 猴子 你们果然也遇到了吗 还不是你们这些白皮肤的人放出来的 您知道 那是什么 好可怕的样子 全身腐烂 就好像会动得尸体一样 那座喷火的大山 下面由鬼龙大神所镇压的鬼物 我们世代都将之列为禁地 而那些白皮肤的人 仗着自己有会喷火的棍子 以为可以对付鬼物 结果还不是一个都没回来 最可恶的是 他们打破了鬼屋的封印 从那时起 这些不死鬼物就频繁出现 我这条胳膊就是他们干的好事 如果当时不是独眼老头一刀砍断 我也早就变成那副样子了 你也差点变成鬼物 这是什么意思啊 千万不要被他们伤到 否则不久之后 你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慢慢开始腐烂 连最亲密的人也会不认识 痴痴呆呆却还继续活着 鬼物 吉罗教授 你怎么看 有这种东西存在吗 那不就是电影里的僵尸吗 这种违背科学的东西 我不相信 我和翠西警官都可以作证 当时确实遇到了类似的生物 是的 但是和电影里那些僵尸不同的事 他们是可以被杀死的 什么科学啊 要讲科学 我们也不会来到这边 既然蛇药都出现了 僵尸要是再出现也不稀奇啊 蛇妖还可以理解 应该就是土著人 所供奉的一群大蟒蛇 可要说起这个鬼物 不是什么鬼物吧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十几年前 纪科教授装死 然后被神秘组织 带到这个岛上 研究古义龙文献里 提到的永生不死 同样十几年前 腐烂而又不死的鬼物 出现在这个岛上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不死 那些不死生物 真的是他们放出来的鬼物吗 还是他们在实验中 创造出来的不死生物 你 你是说 老师他们在这里 进行不死的研究 对呀 他把毕生的精力 都花在对古义龙的研究 和医学上 这两个研究 明明明明毫无联系 是这样吗 这就是老师您对我 隐瞒的真相吗 基罗教授 别想太多了 我知道 被信任的人欺骗 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不光是你 我们也很迷茫 只能在这变不清方向的谜语里 相互搀扶着 挣扎前行 我相信 想找出这一切的答案 回到我们的世界 只能去火山一探究竟 大家意下如何 对 去火赛 妖怪和蚁人都没弄死我们 火山和猴子算什么 那就这么定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罗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让开双臂 这是什么 一看就知道啊 一支钢笔了 这个不能带过去 你小心点啊 这笔很贵的 把笔还给他 你总不会认为我会被一支钢笔干掉吧 多谢了 罗先生 几天不见 气色不错嘛 我很不喜欢你的油嘴花手 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担心 好吧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我们老板成人看走了眼 那群人的表现太惊讶了 竟然还真就穿过了古一龙的祭坛 运赌服输 老板叫我给罗先生带来了赌注 好漂亮 你刚才把他藏在哪里了 莉莉 送给你了 真的吗 谢谢罗先生 真是大手笔啊 这可是我们老板忍痛割爱啊 难送的玩意儿哦 怎么处理那是我的自由 我们还是继续正题吧 好 好 那么我继续了 谢谢你了 不用谢 目前能够确定的是 剩下的人已经被抓进了土著人的村落 接下来的赌局嘛 这些人中有没有人可以活着出来呢 苏锦还在队伍里吗 对不起 这个不能套路哦 无所谓了 我赌他们不会全军覆没 赌注一救 罗先生 不打算好好考虑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只要宁远还在 他们就不可能全军覆没 而且他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答案的 抱歉 吓着您了 那照您刚才说的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以后只要宁远还在 您就一直压他们可以走下去 差不多 怎么 不可以吗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这样的话还省得我来回跑了 没错了 就这样回去跟你老板说吧 我不会实验的 那把小人告辞了 罗先生晚安 我说你就没看到我吗 近来这么半天了 你就一直只看着罗先生 季科老爷子呀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您也在 这个老家伙 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 好像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年轻了一点 错觉 我赢得彩头呢 好好好 在这里 在这里 太好了 我又可以少跑一个地方了 谢了 这次怎么不变魔术了 在您面前变魔术 那不是班门弄斧吗 这次我和罗先生压得一样 明白了 那么我就告辞了 话说你针对那个叫宁远的 那么有信心吗 你应该根本没有关注过他们的实际情况吧 有什么好关注的 那种程度难不倒宁远的 如果他就这样完了 那我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笑话 有一件事你是不知道的吧 宁远他好像是失忆了 失忆了 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你也会紧张吗 难得难得 一上岛好像就失忆了 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应该是为了救那个叫苏锦的小姑娘吧 恶心 他以为他是救世主吗 看到什么小姑娘就迈不动步了 你还是很关心他的嘛 少来了 我恨不得他死在那个地方 别开玩笑 他死了 就麻烦了 对啊 对啊 怎么了 真巧 两位都在啊 让我们好处 你们这种合作成功 让我们很逃逃 上功了 破盖 好些条约 塞牙缝都不够 这味道 凉干草 秋天时收集起来晾干 治疗咳嗽很有用的 但是这种紫色的草要小心 有慢性毒的 嗯 喂 老盛藩 可不可以把你的烟斗给我尝尝啊 想尝这个 小心哦 怕你受不了 我智阳哥什么也没抽过 我啊 志 志阳哥 他这是怎么了 我就知道 以前那帮人就是这样 没关系 到晚上就该醒过来了 一口烟就这样了 你们白皮肤的人 太弱了 你们有趣本事大 跟白皮肤的魔鬼 那些不一样 之前的那些白人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 我们的族人 喜忌被抓走 族人都没有回来 独愿老头 你们救了两次 我们好人感谢你们 没关系 应该的 对了 对了 那些袭击你们的人 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 看什么 没见过美女吗 你们女人太丑了 我们的美女介绍给你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到时候了 开心的 尊贵的客人 让我们干了这碗酒 干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好饭 好酒 再来一碗 真是好酒啊 好酒量 好 来 喝酒 一来 多谢你们的热情团队 我们明天想出发去火山 一探究竟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为我们安排一位向导 向导啊 我陪你们一起去好了 那真是多谢了 他们这是有比赛射箭吗 是的 比赛有兴趣吗 你 兴趣当然是有了 不过这种弓箭 我没有用过 白眼的弓箭 有的 独眼老头带来的 这是手弩 还是内藏室连法的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怎么样 你是吗 赢了 攻 给你 好啊 那你赢了 我可没有东西输给你啊 我赢了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我的 要我的头 不 这个头不要 毛骨 毛心吗 毛心了 毛骨 毛骨 各位不好意思 我侄子说不明白 他想要的是 这位先生的帽子 对 毛心 好看 要 吓我一跳 好 我先来 有够帅的 不错啊 不错啊 给你了 原来他是长头发的 无论输赢 帽子送你了 哦 好 好好 嗚 哇哦 太神奇了 不愧是安德莉 这个 算是我的了吧 你英雄 这个你的 可你头发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还有这个 还有啊 他居然还有一个帽子 没想到安德烈是这样的人 好帅啊 头好疼啊 为什么我会躺在这个地方 你干什么 靠人杀人终于 狗狗他们在喝酒 都不叫我 两年说才不够兄弟 行不行 鬼 鬼马别走啊 是这样哥 这样哥 这样哥 你没事吧 马的什么鬼东西啊 这就是你们说的鬼马六吗 什么 不过那边那个兴官兄弟相得很久 侍侦 是侍侦 不好 伤得这么重 要赶快治疗 当一想 他被鬼物伤得这么重 已经没救了 再过不久 他也会变成鬼物 狗妹人 安德爷爷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被鬼物伤到的人 一定也会变成鬼物 趁他现在还没有变化 要赶快火化他 不行 不行 结局不行 心情战事最好的 不能说这种屈辱 屈辱 狗一龙战士的习俗 只有土葬 才能算是魂归大帝 回到狗一龙大神的怀抱 火化的话 他的灵魂将灰飞烟灭 永远不得平静 现在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吗 要是他变成鬼物怎么办 有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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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咱咱咱咱 他们说什么 蘑菇说 他要只剪掉西枝 然后再吐槽 这样即使他变成鬼物 也不可能爬出来 何嫂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只是想到活人被刺激 感觉有点不舒服 不容易 没关系 对 我没有想到 对 这是 无论 如果 不 我 我 你这人哪里干 你这人哪里干 啊 不好 西藏跑了 怎么回事 怎么让他跑了 他 力气 门大 没有去引我 你的手怎么了 隧道 插上来 被洗头 好 小心伤口 不要沾上水 好的 谢谢 不过 这个伤口不像是被擦伤的 应该是刀上才不 颜抖 当心 记错了 可能 好可怕 像是会传染的病毒一样 这不就是僵尸嘛 我还以为僵尸只会跳呢 说真的 不是那天晚上我亲眼见到 我也不会相信 有这种东西存在 想入目的 我们原本的打算就是赶快离开这里 出发去火山 这一点上不会有疑问的 我下午的时候 已经和安德烈群收集了很多食物 包括肉干蜂蜜 还有很多果物 足够我们撑一周的 明天一早就出发 食物现在暂时没有问题 明天出发前 我们再向村人要一些武器 否则制守公拳 还是很难对付那些猴子的 埃登爷爷 除了你之外 还有其他人 被那些鬼物伤到过吗 真是不愿意再回忆起来 那时候除了我以外 其他人都死了 那个赌烟老头 独自一人从喷火的大山里回来 不可思议地治好了大神的诅咒 却也带来了不死的鬼物 这一处 只是有人不小心被抓到 并没有在意 可是不久之后 他们的身体就起了变化 认识其他人 连亲人都不认识 甚至开始腐烂 这个变化时间长短不定 有的时候会长达数月 有的时候却只有几天 独眼老头把这承作潜伏起 听起来像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毒 我的儿子结星就是这个 在我的面前变成了一只全身腐烂的野兽 我的儿子远比莫顾更强壮更优秀 原本是下一任首领的不二人群 然而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也变成了鬼物 我们没有办法 只好合理杀死他 就在死前 他好像忽然清醒了过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时候的眼神 就像小时候一样 渴望我去救他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他被鬼物 也许我就能救他 就像后来的路一样 小贤 你睡了没有 智杨哥你还没睡啊 什么事 没什么 我 我睡不着 早点睡吧 明天就要出发了 小宅 如果说 有一天你必须要杀死我 你会动手吗 我不会杀任何人的 也是 帅帅 你终于钻石吗 好多的钻石 也许价值好奇十亿 钻石 什么钻石 这地方要钻石有什么用啊 是 你说得对 钻石支票在这个地方 连屁用都没有 你今天好奇怪 睡吧 困死了 睡吧 是吗 你们今天就要走了 是啊 这些日子多谢款待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强留 实在抱歉 之前答应陪你们一起去火山 看来要食言了 没关系 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这几天村子里出了这么多事 你戳不开身 我们非常理解 外面好热闹 怎么回事啊 那是我们的新王登基仪式 新王登基 是啊 现在出了这么多事 大家人心惶惶的 老王身体状况也不好 所以昨天晚上我说服了大哥 今天就举行摩谷的登基仪式 对了 既然大家都还在 就请先留下来观礼如何 这个 我们还是想要早一点出发 所以 怎么 各位是不屑参加野蛮人的庆典吗 没有啊 怎么会呢 不 不可以 他身体还很虚弱 这怎么行呢 新王登基时 老王必须放出翻血 由新王引下 这代表着血脉相承 阿玉 艾登尼 你怎么了 各位 还记得我之前说到的潜伏期吗 被鬼屋所伤 并不能确定发作时间 不过 作为识人部落的我们 慢慢地发现了一件事 吃了鬼屋内脏的话 可是会立即发作的 而且会成为极强的感染员 昨天晚上 我找到了西哲的尸体 那时候我就想到 报仇的时候到了 报仇 发 发生什么事啊 这个老星犯在说什么 他 他说 当初 你偷偷在锦兴的食物里 放下鬼屋内脏的时候 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吧 何物内脏 我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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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偷偷 我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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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在索曼呢 他 他说他把西哲的内脏 偷偷涂在了那个晚上 他 别跑 你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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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不好 弄虎侠领 杀掉山上所有人 快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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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阿哥 走 不行 不行了 跑不动了 都跑散了吗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 咱们怎么办 教授 火山是在东北方向上 咱们只要往那儿走 就有机会会合 太阳快下山了 快逃吧 跟着我 好 您嘞 教授 小丁哥 是我呀 你们没事吧 是吗 你们也没看到其他人啊 没办法 野人追得紧 天色又黑 都走散了 大家 不会有事吧 还挺 有鹰过来了 快 大家先躲起来 是苏姐姐 后面有人在追她 苏姐姐 等一下 她们在说话 女人 说话 说什么 我听一下 她们好像在说 是这个女人救了她们的村子 爱人 不能杀 可是大王的命令怎么办 大王 你看刚才她那个样子 你觉得 她这样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大王吗 女人 不杀 走 你们 不杀我 不杀 走 谢谢 那我走了 女 捧火的大山 东北 走 谢谢 小姐 宿小姐 曾思极得行散 大难不死啊 那我们能办哪 还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会放过宿小姐 但不会放过我们 我们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命 安全到达火山再说 我明白 你们看 我们在这儿 秋火山直线距离上 肯定有很多追兵 所以 我们还是从这个方向上 约会一下吧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野人一般在夜里 是不会来海边这里的 这里应该比森林里安全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哎呀 真美呀 段的四寸江草水连海平 海丧明月共曹圣 我语文不好 最搞不懂这些诗词什么的了 不过 虽然搞不懂 总觉得很高深 小丁哥 你还会别的吗 大言了 这次我们打小学的 再有 比方说 海丧省明月 天涯共此诗 这诗是你写的吗 说的是什么 怎么可能是我写的呢 这次唐朝使人杖九龄的诗 是典型的借井贞情 借物死人 他是设想他所牵挂的人 此时此刻 可能也在同一轮明月之下 牵挂着他 我所挂念的人 现在都在哪里看着月亮呢 志阳哥 苏姐姐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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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明月 待会儿 你一定会救我的吧 明月 明月 你一定会救我的吧 你会逃多数的吧 你一定要救我 我跟你说 就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你可一定要救我 明月 对不起 二胖 对不起 对不起 明月 你没事吧 我 你好像做了个可怕的梦 你一直在喊二胖 二胖是谁呀 二胖 我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片沙滩 比刚才 小了不少 不好 这样吵了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儿 等一下 快看 我的码啊 小声点 那些鳄鱼好像还没发现我们 怎么办 你要走过去吗 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 不行 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先等一等 如果潮水退了 我们的机会才会比较大 或许还可以从那边脱身 好吧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 你们说到了白天 他们会不会离开 到了白天 恐怕他们的事业更好了 那我们还等妈呀 这不做以代币吗 不如一起从过去算了 你冷静一点 就算第一个人冲得过去 但是也肯定会被鳄鱼发现啊 后面的人再怎么快 也肯定会被鳄鱼追上的 我们还是想点别的办法 教授 我们到那边看看 有没有可能绕过去 好 混蛋 他跑了 对不起了两位 原谅我 我不要想在这儿等死 别喊了 会被鳄鱼发现的 他 他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他应该是潜到了深水区 打算从水底下绕过去吧 太好了 他游出去了 好什么 他得救了 我们怎么办 这家伙君自己逃跑 看他那贪生怕死的样子 加油啊 就快到了 你怎么办 千万别松手啊 上来了 对了 如果要有绳子的话 子前是哪一个方向来着 我这狗脑子 根本记不住啊 应该应该是这边 不管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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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太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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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我快没劲了 教授 你要坚持住啊 千万不能松手 宁元 教授 我回来救你们来了 好药了小丁哥 小丁哥 牙壁太高 我们没有时间了 你在城上系一块石头 然后爬到旁边的树上去 啊 好好好 我明白了 他那个样子会爬树吗 他没有问题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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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准备毫了 好 把绳子扔过来 哎 行 你们二位枪毫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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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吓死我了 现在把绳子积在树上 哎 哎 好您来 教授 你先爬过去 你刚才就说已经坚持不住了 宁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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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们是不是绳子没有记紧 我怎么感觉 离水面越来越近了呢 啊 哎 这绳子好像是牛津做的 这样下去的话 哎 哎 教授您没事吧 哎 哎 我过来了 终于过来了 但是 您缘怎么办呢 这绳子 已经变成这样了 而且那鱼已经发现了 他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过来了 啊 天哪 哎呦 原来他是玩杂技的 小心 鳄鱼来了 好猛 他的心脏是什么做的 居然这么镇定 我这边看着都腿软 啊 啊 不好 鱼跟过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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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太快了 要被追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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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阳哥 谢谢你 赵阳哥 谢谢你 啊 赵阳哥 你 赵阳哥 你这些伤 瞒不过了 被几只鬼马溜搞得这么狼狈 真是丢虑 对不起何先生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还是请你不要跟着我们了 不是还在前夫妻吗 而且研究所里很可能有解药的 你不是开玩笑吧 会有解药吗 之前我猜测 教授的老师 应该是在火山里进行不死药的研究 这些猴子 很有可能就是实验品 只要去到火山 再会和苏姐姐 就一定有机会拿到血清 你说 我也可能不会挂掉 是的 而且还有最后一点 你们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 自己不会感染这种病毒吧 到时候 你们也不希望自己被丢下吧 话虽是这么说 但很有可能还没到火山 何先生就发作了 所以还是请何先生落后我们一段距离 我会沿途标明方向 你们怎么能这样 光头老讲得没错 我就跟在后面好了 否则很有可能搞得全军覆没 不行 你要是半路发作 就没人管你了 管我 你怎么管 背着一句随时会啃你的尸体爬火山吗 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好夸张 可是 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不要再多讲 说兄弟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了 多谢了兄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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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火山 是苏小姐 你们慢点吃啊 别噎着了 我就只用一两个野果子了 你们没事吧 琪琪姐姐 安德莉 你们都平安无事 太好了 安德莉 你那包食物呢 他们都快饿死了 刚听了呼叫去急着赶过来 应该是忘在那边 那我们快去找回来吧 这么多人 多要吃东西啊 不好 不好 快逃 教授 这附近好眼熟 好像见过几次了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原地兜圈子啊 这段路太难辨别了 书关茂盛的连太阳都看不到 无法判断方向啊 那怎么办 苏姐姐可能还在等着我们去救她呢 咱们自己都迷路了 现在自死难保了 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是上坡 往高处走 视野会好一些 看 前面树木变少了 可以观察太阳的位置了 太好了 我们快过去 走 这是 不好 是沼泽 能办 我们怎么办 别紧张 不要挣扎 我有遇到沼泽的经验 跟着我做 要增加身体和沼泽的接触面 想办法躺在沼泽上 试试把脚拔出来 双臂滑动 以洋勇的姿势慢慢游过去 小丁哥 不要乱动 救我 救我 你 你冷静点 宁元 别走 小丁哥 你冷静点 宁元 教授 你们可得救我呀 教授 快救救我 你 宁元 我求你们了 您别走 宁元 救救我呀 宁元 宁元 您可别走 救我 宁元 宁元 我求你了 救救我吧 宁元 小丁哥 躺好别动 我一定救你 小丁哥 把这个汗在嘴里 你先放开我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不然我们两个都得死 你 你怎么会回来救我吗 除了相信我 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 一定会救你 把手尽量举高 就算整张脸沉下去 也不要放弃 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教授 旁边的牙壁上有很多树塘 找根长的结成绳索 快 不敢 都没搞错 好像都进凤坑一样 智杨哥 你怎么也 什么鬼东西啊 心恶心啊 智杨哥 这是沼泽 别挣扎 站在那儿别动 好 教授 快 别发愣 抓紧收集树塘 我尽快过去帮你 好 好的 帅仔 似乎哪里不一样 宁玉 居然在发号施令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她既没有生气 也没有紧张激动 没有任何负面情绪 以一种绝对的老经 指挥着我们 现在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她 那就是 领袖 智杨哥 接住 好 智杨哥 把晓婷哥一起拉上来 你 我们都被你救了 孙杀 没有追过来吧 太恐怖了 还好我醉细姐开枪引火 我们才逃得掉 我也只剩三发子弹 再遇到猴子或者野人的话 那群僵尸猴子封住了路 我们要怎么回去拿食物啊 太危险了 我们只能舍弃那包食物了 既然回不去 就赶快去火山吧 那可不行 我们得尽量在这附近补给 那火山光秃秃的 根本没有食物和草药 莽然前去太危险了 苏小姐说得对 我建议分成两组 在这里先进行补给 苏小姐去搜集草药 安德烈负责保护 嗯 我 欧桑还有翠西警官去寻找食物 大家在日落前回到此处集荷 这就出发吧 令人 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这些真是太笑了 破败 本来还想来救你的 结果反正被你救了 这片蜜林到处是沼泽 肯定是不能走了 我看我们稍作休息 顺着树藤爬上崖壁 去找其他路吧 你们两个怎么说啊 还有那个肥宅 爬不爬得上去啊 喂 你们两个破盖 躲那么远干什么啊 何 何先生 您 您的眼睛 怎么这么红啊 何爷 您老 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继续和我们分开行动呢 静阳哥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走了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走了 不管你变成什么药 我都会和你一起 你不能冲动啊 宁元 他随时可能变成僵尸的 他们讲得对 周兄弟到这个分享已经足够了 不能再拖累 住口 你这个笨蛋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 你问过苏姐姐的问题吗 两个初次见面的人 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来救你 我何止仰 对官人的历史 从此与宁远同苏姐 同刚共苦 生死不离 作为此事 身受三刀六斗而死 想要害我的兄弟 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败了 一次次的 无顾自己的安排 冒死来救我 你就是这样的笨蛋 笨得让我无法丢下你 这样刚 所兄弟的 这次换我带你走 破坏 说一下 你搞什么 在我妈干什么 之前在神殿外面 是你救了我先 我只是 保恩而赢 这样刚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抛下我不管吗 帅子海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需要你杀死我 你会吓什么 现在 回答我 你怕死吗 开什么玩笑啊 出来混早就料到会有今天 结死结埋而已 但是我真的不想变成僵尸 好 我保证 我会用尽一切方法找解药救你 但如果你真的变成了僵尸 我一定 亲手杀了你 好 交给你了 如果我中招了 也请你一样照办 好 在两位爷 就这么商量好了生死问题 教授 小丁哥 我们已经决定一起走了 你们呢 就凭我们两个 大概是到不了火山的 对不起 女 刚才我不应该 如果教授 是为了刚才在沼泽中 独自逃生 而感到抱歉的话 那大可不必 我当时也曾想过 要把小丁哥踢下去 不过是遵从生存的本能罢了 无关善恶 更无关恩怨 活下去 就是一切 我还在奇怪 苏小姐一个人 是如何穿越沼泽的 原来是由野人护送啊 是啊 就在我踏上去的一瞬间 沼 沼泽 那边是安全的 谁 谁在帮我 恩怨 好好吃 打上来 野人兄弟还真是有趣啊 安德烈 你和翠西警官呢 是怎么通过沼泽的 如果会被沼泽困住 还怎么进行丛林作战 这可是基本技能 说得也是 不知十元先生和欧先生是怎么通过的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滑雪发烧友 不光滑雪 滑草之类的极限运动也玩得很多 我用木板和树藤制作了类似滑雪版的东西 果然成功通过 翠西警你知道吗 安德烈好像喜欢你哦 怎么可能 是真的啦 上次野人村找药 他硬是抢走了和你一起行动的机会 还有昨天在丛林里 大家躲避野人搜索的时候 安德烈可是一直紧跟在你身后保护你 我在高处都有看到哦 你说的是真的 他一直跟在我后面 是啊 翠西警你怎么了 翠西你和安德烈之间 我也不清楚 不过 几年前我曾经参与过一次国际刑警 对跨国贩毒集团的收网行动 当时的交易地点 在一处码头 我和几个同事 埋伏在交易地点附近 突然听到里面激烈的交火 毕宿被发现了吗 放开 敌人竟然有那么强的火力 这里是白灯窝 银火警指示 什么 有两只安唇尚快警 好 发 过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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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一职业佣兵 佣兵 安德烈的姓也是伊万诺夫 只知道伊万诺夫一共是四个兄弟 其他一切都差我资料 所以说我也无法缺点 不管怎么说 后面你要多加小心 他的身手可不是好对付的 总之 我们尽量不要单独行动 特别是翠西 千万不要和安德烈单独相处 我明白 之前听到苏姐姐的呼救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苏姐姐 她还好吗 那是什么 是装食物的包裹 去看看 食物都好好的 可能有什么突发情况 匆忙的 连食物都不带忙 难不曾在附近有吗可怕的东西 我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之前苏姐姐的呼叫声 似乎并不是从这里传出的 在沼泽中时 还传来几声枪响 你们都听到了吗 那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你居然还能做一道借口 根据教授一路做的记号来判断 他们应该 是在那个方向 火山 没错 接下来 无论是为了跟大家会合 还是去找解药 都需要去火山 不行了 简直要热晕了 为什么太阳下山了都这么热 白天上来 岂不是要被烤熟了 这里是火焰山吗 越是往上 因为火山灰和土地酸碱度的原因 植物越来越少 被暴晒一天的石头 加上火山地热 要降温是不容易的 我们还是先歇歇吧 这样下去很容易脱水的 焯 焯热的 我不行了 水 我要喝水 欧先生 你没事吧 怎么石渊先生呢 石渊先生 他就在我旁边呢 这 怎么回事 石渊先生 消失了 石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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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石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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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石渊先生 有所一个大和人 就这么消失了 你不是跟他走在一起吗 最后看到他 是什么时候 一分钟前 他还累得把手搭在我身上 我想帮他提东西 他还说不用了 会不会是带着食物逃走了 一分钟 能去哪儿 以他的状态 不可能跑回丛林里去 大家分头寻找 注意查看这些石壁 有事就大声呼救 好 石渊先生 为什么要逃走呢 大家一起不是更安全吗 等找到就明白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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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了 火先生呢 你把他怎么了 别胡说 我也是刚刚赶到 刚到这里 我明明听到你在这儿和他对话 接着 你就大声呼救 不是你是谁 你才可疑啊 明明是我看见你和苏小姐走远了 怎么一下子又拿着枪出现在这里 你说什么 救命啊 是苏小姐 苏小姐 是流沙 救救我 苏小姐 居然是流沙 还好不算太高 其他人呢 你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那就好 这些事情可以先起身再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我们还是先找找石原先生和欧先生吧 对 对 石原先生 石原先生 欧先生 欧先生 你们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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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石欧先生 苏小姐 你赶快过来看一下他了 石原先生他晕倒了 马上 不好 你赶快 要是吗 老板 伤医啊 歇歇后发指我了吗 赵阳哥 帅帅 各位 前面有条小河 赵阳哥 你还好吧 我这次泥我早受不了了 水是热的 这次稳全 还好 就是头有点晕 去洗个热水澡吧 也许就能好一点 洗洗头挂过脸 有点倒霉也不显 真没想到啊 之前我想过 老师他们在这种荒岛上 建研究场所 怎么能解决能源问题 现在看来 这里的火山地日资源 还是很丰富的 怎么突然这么冷 冷 在稳泉里泡着您算冷 真的好冷 不行了 我不泡了 这水怎么说冷就冷 我觉得还稍微有些烫呢 宁远 你们背后 没有血迹 没有姿势 伙伴们也许就在上游 我们走对路了 大家穿好衣服 我们往上游出发 热啊 好热啊 教授 教授 他这是哪儿了 你看他 蛮寸多点汗 一开始胃寒 接着发热流汗 反反复复 全身出汗乳浆 这种症状不就是 我们之前遇到的 急性劣迹 这 这可怎么办啊 我记得当时 苏姐姐多制作了一些药 待在身上 我们快去上游 兴许苏姐姐和实元先生 是在一起的 好 师哥 水是从这个洞里流出来的 我们要进去吗 好冷啊 教授 教授 宁远 教授及森提 没法往前走了 可是 我们也不能把他单独留在这里 这太危险了 我留下来守住他 志阳哥 不瞒你们 我自从眼睛红红开心 看东西又虎又暗 要我进入这个黑漆漆的鬼斗 我多半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猜 我的潜伏期 也快到头了 志阳哥 不必说了 我和光头老远什么意外 也许是天意 带着我们两个上渊 行动力大劫 你们两个无病无灾 不如尽快拿药法来 志阳哥 不要留这么多食物给我们 我还能懂 总能早些吃的 你们是病人 要多补充 特别是教授 别让他脱水了 我们这就进去了 你们自己保重 小家爷 多加小心 我等你回来救我 一定 我会带着药和苏姐姐回来的 我会带着药和苏姐姐回来的 头部撞击是一方面 脱水也非常严重 现在没有了食物 又不明方向 这次 我们是不是真的 振作起来 拿着这个 战场上缺少补给 是家常便饭 饿肚子总比战死强 何况 是不是绝境还不知道呢 欧先生和苏小姐守住食渊 我跟翠西先去探路 特别是翠西 千万不要和安德烈独处 人殿里的大水都咬过来了 这条小河算什么 那个 安德烈 我跟你们一起去好吗 怎么 你想把苏小姐和食渊留在这儿 要是发生意外 苏小姐连背着食渊逃走的力气都没有 那 不然你留下 我和翠西警官去 或者 我和你去 你为什么非要 行了 就按安德烈的提议 我跟他去吧 那 你一定要小心哦 放心吧 没那么容易出事的 我们走吧 怎么又是水果 刚才我就看见票个这几个 难不成这里边有水果摊 可不好 他们现在已经遭遇食物危机了 出现岔路 你觉得该走哪边 左边的 反正跟着水迈就能找到 要不要先看这边 好 这是 人工隧道 看来这山里有研究基地的事情是真的 宁愿的推力果然没错 到头了 是想下的用刀 又有岔路 一人走一边吧 我去前面看看 好 这是 店长 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研究基地了 这里面还有岩呢 怎么可能 一看就知道荒菜好多年了 这些设备实在让人吃惊 当年到底是什么机构有这么大的手笔 能在这里设建这样的建筑 门开着 门开着 这是 地下发电站 工程车 不知道还能能用 谁 门关了 门关了 山都立了 那边还有一个出口 那边 等会儿我 你 真的动手了 没有人 躲起来了吗 那家伙 山长松明战 隐蔽和伏击都非常有经验 子弹不多 必须想个办法诱杀他 你 你 别站住 你 你 你又来 刚才的枪涂散了 好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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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显得烈 springs 他 救护 他一定以为我只剩一发子弹 我只剩三发子弹 先引他出手 查查这个 他的手努需要天撞 就现在 翠西看定 你逃不掉了 得马上阻止他们 在从警察和雇佣俊之间的战斗 我们能查得上算吗 你看他们手脏的武器 我们妈也没有了 但是如果不管他们 一旦失去这两个战斗力 前两位的同伴 我们在这里生存的机率 将会大大减少 怎么办 你 宁元 你可妈去 翠西看定 出来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人在哪里 他已经没有子弹了 虽然不想这么做 我也只能让你死在这里 住手 宁元 你们两个够了 都给我出手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现在凭个你死我活 智阳哥和教授 还等着救命的药 石渊先生应该也遇到了危机 当务务之急 是大家能够互相协助着活下去 你们两个却在这不管不够地互相厮杀 到底什么是更重要啊 宁元你不知道 这个女人想要杀了我 她根本不是什么美国女警 她是个S级国际通缉犯 大毒枭 我才是真正的国际刑警 是你一直想找机会报复我 还在这颠倒黑白 臭女人 别来做个脑袋 没死大了吧 翠西 看你还往哪 不好 太狡猾了 居然还惨入子弹 谎暴数目 就是为了诱杀我吧 明明是你操作这台吊车 想要用集装箱砸死我 我是为了自保才开枪 你却在这儿恶人先告状 什么扭车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等等 翠西姐 这件事恐怕有恐惯 第一声枪想后不久 安德烈还在同道中 我和小丁哥 就在他后面 怎么可能 我和他交手几个回合 险些丧命 还能有假吗 那个人真的是安德烈吗 你有清楚看到他的长相吗 虽然过险昏暗 但是那么高大的身材 他有熟悟 不是他是谁 闭嘴臭女人 何必变了些谎话来陷害老子 总之今天只能活一个 站那么高 目标这么明显 想要射不住你都难的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 我都伸出来 苏从乌龟 看起来 不管是否有人在奔骨挠过 都必须要先杀死对方 那是当然的 那好 既然你们不把大家一起活下去 当做最重要的事 那我也可以能玩到底 火鼠三声 你们立即停火 并且发誓离开这里之前 不再互相残善 宁元 别人 不能丢 是内包遗留在森林里的食物 那小子不会是玩真的吧 一 之前的步骑都被河水冲走了 二 过去森林 不知道有了多少危险 不能用内包食物 三 别这样 牛爷 都ADE 不会是 牛油 都会准顺 瘟都会准拍 全部視 fool 多顺 共云 我已经远路了啦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我已经饿得只冒冷汗了 我看你已经有点滴血糖的症状了 你还是把这个果子吃了吧 可是 那石渊先生怎么办 我吃一半好了 小鹅哥 你认真好 我阿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从小就教我与人为善 愿我慷慨施舍 乐于助人 愿我身心清静 朴实无华 品质善良 不起恶念 你念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佛经啊 从小听我阿公天天放 我小时候学说话都学了这个啦 苏姐姐 小鹅哥 你们没事吧 太好了 你没事 苏姐姐 苏姐姐 这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能跟我去看看质阳哥和教授吗 他们都病倒了 他们怎么了 什么病 正说是什么 这个 其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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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得了瘧疾 智阳哥他 他感染了不死后的病毒 什么 何先生他 怎么会 哎呀 严谨真行啊 这就这么就做了 也不怕吓到苏小姐跟大家 总是要告知实情的 我也怕会连累苏姐姐 要不把奎妮给我 我自己去 万一智阳哥他 说这些做什么 快带我去 快带我去 得确认病情才好用药 大家可以在这里稍等 我带苏姐姐先去救人 不如带上小鹅哥吧 可以帮忙把病人带回来 哦 哦 还是安德烈跟我们一起去吧 小鹅哥在这里恢复一下体力 好 智阳哥 教授 我带着苏姐姐回来了 他们人呢 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进去之前 他们明明就在这里啊 我们分头找着 也许他们还在附近 智阳哥 你在吗 教授 你在哪儿啊 教授 智阳哥 找了这么久都不见踪影了 智阳哥和教授究竟去哪里了 你们看 这 这好像是智阳哥的 他们不会是出事了吧 这里并没有什么争斗的痕迹 而且看着刀 好像是有人故意插在这儿的 啊 什么 故意插在这儿 智阳哥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过 不过 这个高度 安德烈 你能把刀拔出来吗 我试试 像安德烈这样 接近两米的身高 尚且需要高高跳起 才能插得进去 你智阳哥的身高 和现在的身体状态 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难道说 我们现在先回去 与大家会合 我猜想 智阳哥和教授 很有可能在研究所里 嗯 嗯 自从来到这里 枪的准型一直都有问题 不然我早就干得 安德烈那家伙了 是谁动过我的枪吗 翠西警官 你能把枪瘦起来吗 你怕我 不不不 我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 只是现在用不着枪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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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嘛 晓廷哥 智阳警官 宁元 你们回来了 和爷跟教授呢 他们不见了 我们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 啊 不会是 不会是和爷的病毒 法座了吧 应该不会 周围没有任何争斗的痕迹 食物也都整齐地摆在地上 那就怪了 两个大火炎 怎么会偏恐消似 哎哎 啊 十元先生 你慢点儿 这 这里是什么地方 苏小姐 我只是 晕倒了吗 嗯 这里是火山下的洞穴 你从高处掉下来 身体也有些脱水 我先帮你把把脉 哦 苏姐姐 十元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问题了 继续补充食物 很快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那太好了 我们大家还是尽快出发 去研究所里探明情况 啊 我真是没用 多亏了苏小姐 这份恩情 只能等到离开这里之后 再报答了 快别这么说 大家本来就是各自尽力 做好自己擅长的部分 一直以来 也都是靠着十元先生 调配指挥着呢 嗯 指挥吗 宁元与之前似乎有些不同 在我昏迷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是软件工程师出身 创业十几年 白手起家 挣下百亿资产 做生意和电脑技术 是我四十一年人生 最得意的两件事 可在这里 却是半点用车都没有啊 十元先生 这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 太惊人了 以我的财力 不 这已经不是财力的事了 抵热发电站 工程车队 还有那些大型设备 这样的手笔 没有政府的介入 如何能办得到 十元先生 有些事想向您请教一下 什么事 您对这样的工程车 了解多少 一般是靠什么来运输的呢 海陆空都能运输工程车 怎么了 这里是海岛 加上这个车队的规模 只能是海运吧 应该是海运 对呀 海运 也就是说 这座岛是有码头的 而且很有可能 还会挺有船只 船 真的会有船啊 很有可能 而且就算没有船只 也有很大机率 在码头上找到无线电 或者是卫星通讯设备 这些设备 都是不容易损坏的 这可是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第一次真正看到了 离开的曙光啊 可是 这岛上到处都是危险 我们要怎么找到码头啊 想想都觉得危险到爆啊 我想 研究所里应该能够找到 岛上的详细地图 嗯 现在目标明确 全力探索研究所 重点是药品 地图 以及各类资料 小心 有人 是 是个骷髅 太吓阴了 这里不会有骂机关吧 咱 咱得小心点啊 这个人 应该是这里的研究员吧 这门是电子锁 需要身份验证才能打开 有了 汗丝不乳 化学专家 这张应该是门禁卡 超级计算机 这是数据中心 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很多 关于这个研究所的资料 甚至连不死药的盘风都 不知道这些电脑还能不能正常运行 打开一台看看不就行了 开了 这什么系统 能不能看不懂呢 应用领域不一样 肯定和你们平时用的桌面系统完全不同 应该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不过难不倒我 这有什么意思啊 这台中端的权限 是普通研究员使用的 只能调用一些基本程序 查看资料之里的高级操作 都被拒绝了 是的 那边那台应该是主空电脑 过去看看 这是需要输入密码吗 密码倒是没什么 我可以立刻编写一个密码翻译器 不过 不过什么 八乘五整整四十位密码 会出现二的四十次方种排列可能性 简单来说 就是有超过一万一种排列组合方式 一万一 以我编写的程序 也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知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那么 如果是用那台超级计算机呢 对呀 我怎么把这个大把瓣给忘了呢 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斗志了 四十位密码而已 放马过来吧 我现在只能调出部分研究所内的监控画面 大概可以推算出 这里分为研究区和生活区两大区 好 十元先生留下来破解密码 其他人分为两组继续探索 嗯 好 翠西组 请继续前进 差不多两百匹之后 你们会看到研究区大匹 宁嫂 你们前面那条路的尽头是踏方的 我建议你们从大门外绕行 我建议你 那么视频 我建议你们用了 大陆 神坏 马上 他要命他 都帮他们 他要 Grade 够黑的 今儿 今儿有凳吗 这 这 这都怎么爱啊 那些不死猴子 果然是从这里被造出来的 他们似乎是利用药物 对这些猴子进行经营诱变 这怎么努力的都不怕死人呢 这有吗好看的 三孩子赶紧走吧 你先去外面等着吧 这里很有可能有不死猴的解药 还需要仔细找一找 不用找了 药品归 在这里 你该走 你们前方就是入口了 从那边进入 就是生活区 里面有很多地方的监控无法显示 请小心调查 哇 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啊 怎么两边还有喷头啊 应该是消毒区吧 哇 还有安检 这里的管理还真是有够严格的 干得漂亮啊 这里是更衣室哦 这怎么 太空服吗 不对 这是生化服 安德烈 小鹅哥 你们过来一下 看看这个 放心什么了 杜伊斯怀特 美国特情中小 这个人 是个军人 连美国的军人都出现了 这里果然不是什么简单的研究机构 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探索 从未停止过 在这个孤岛上建造如此隐秘的基地 想必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 佛经理讲 众生皆苦 生亦何患 死亦何载 实在是罪孽啊 应该去救他们的 喂喂喂 你在这儿嘟囔什么呢 我只是觉得 野人村多那么多人无辜丧生 我们应该带他们一起离开的 收起你的泛滥的同情心吧 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着离开 都未可知 还妄想去当英雄 只会拖累大家的 安德烈说的也有道理 志杨哥和教授还下落不明 我们得赶快找到他们 想办法离开这个荒岛 当务之急 是要先自保 拖累大家 小哥 拖累大家 喂 你没事吧 小哥 小哥 是 什么 小哥 你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现在是危急时刻 有什么事 你不要瞒着我们 你刚才的样子 真的很不对劲 只是 只是我只是有一点 有什么问题就快点说 对 对不起 我没有药物 我有点控制不了 药 什么药 你生病了吗 我 我其实一直 一直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没时间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已经再也不能打完球了 我想 替我站上的奖台 拿回冠军奖队 你这个副队长 要带领队伍 打好比赛 我们会把球全都传给你的 这场比赛 我们一定要赢 欧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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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做犯規 可是 可是 反體 照臉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搞什麼嘛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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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以後 我變得越發地容易緊張 每次到關鍵時刻 只會時空崩潰 無法控制自己的手腳 後來 我一度無法承受壓力 想要放棄籃球 是我的教練一次又一次地幫助了我 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聽到安德烈說的話 會變得那麼手足無措 我也認識一些戰友 因為創傷後應急障礙 而不能再執行任務 多有冒犯了 寧元祖 寧元祖 翠西族已經往回趕了 這條走廊的盡頭好像是個餐廳 你們去看看 就先回來會合吧 這 太可怕了 這裡 這裡簡直就是 人間領域 這麼多骸骨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種情況 我想 只有一種解釋 那就是 大家都在毫無防備地吃飯時 突然同時死亡 那邊還有一道門 那邊還有一道門 哇 好好滑哦 這裡應該是高層人員九三的地方 你們看 那邊 好像有個人 是啊 我過去看看 小心啊 安德烈 啊 藥櫃都被人打爛了 藥品也都被拿走了 這可怎麼辦呢 咱孩子救不了赫爺啊 不要這樣說 我爹教過我 不管多困難 都要抱有希望 如果心裡 充滿了負面想法 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 那麼就算是有奇蹟 也不會捐活 所以繼續找吧 沒必要想太多 只要一直做對的事情 就可以了 這姑娘可別看得強烈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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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你是誰啊 你是在搗鬼的就是你嗎 說話 不然我一箭射死你 等等 安德烈 這個人不對勁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沒有呼吸 是死人 什麼 不可能 死人我見多了 人死後幾個小時 形態都會和活人有很大區別 他的皮膚甚至還有彈性 南無阿彌陀佛 我求求你們 別動人家的屍體了好嗎 已經夠詭異了 對王者 要有敬畏之心了 你有完沒完啊 膽子要不要這麼小 這不是膽小 我是信佛的 這裡有張門禁卡 看看這個 研究所總負責人 亞所門羅 他就是這兒的老大 這張卡 應該能打開一些 之前打不開的門 看 他訓過什麼東西 其實本 內容都被撕掉了 都被撕掉了 那幾個星又沒有線索了 到底是誰幹的呢 這裡到底還會有什麼事情 有人 什 什麼人 剛剛有人從你的背後跑過去了 啊 啊 拜 拜託 不要嚇我 我 我背後沒有人啊 剛才真的有人 我去追 我去追 慢著 去追可以 把本子留下 誰稀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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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這些人 竟然能由醫學做這樣的事情 幾隻違背天理輪場 可惡嗎 真沒煙袖 唉 這種活體實驗 怎麼現在還有啊 蘇小姐學醫的時候 也要用小白鼠做個實驗吧 那怎麼能一樣呢 別急動速小姐 我並沒有冒犯你的意思 我也願意去相信好人有好棒 可是這個世界的法則 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弱小的人天生就得不到保護 自由 平等 法律 只有當你和對方一樣強大的時候才存在 在有些人眼裡 從來都沒有覺得自己的同類 和小白鼠有什麼區別 可惡 可是 醫者人心 就算是特權者們利用訓心 那是什麼醫者 怎麼能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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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快 這邊 啊 你閉起來 cells眼看 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爆炸 有人 啊 啊 什麼人 他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看到了 是安德烈 不会吧 为什么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要是正想杀我们 我们可不是他的个儿 完了 最后全完了 完了 先别几只下结论 我觉得安德烈 不会做这种事的 现在没工夫讨论这个 当我们之急 我们要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看到那扇门框 我们先躲进去 然后再想办法和他周旋 我来养活 子弹不多 不过应该可以暂时压制住他 你们两个 趁机冲过去 用门卡把门刷开 那就按照翠希姐能做的办吧 等一下 我必须要说一句 第一个冲出去 我会有非常大的威胁 那怎么办 我去 我去 小丁哥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不用了 我能想 就要我去 门卡本来也在沃桑里 你们别想看索下人 关键时刻 我也是能派上忧伤的 小丁哥 快点 我肯定能做到 我也是个男人 我怎么能一直让女人保护我呢 四方 我一定保护下去 不能让他们小看我 在哪儿 快 快跑 宋小丁哥 你催急警官 快 门抬走啊 快 小丁哥 快 快 小丁哥 你 跟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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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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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如果你不想她白白死去 就快走 对 这边 所住了 刚才还没有 肯定是她干的 这边来 啊 这边 来 帮我推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是吗 是吗 他就在外面 不能出去 别出声了 现在这里动一会儿 什么 可不 什么 怎么回事 走 快 这边还有人 快出去 不行 公先打不开 你快死了 不 对 你 我 刚才的爆炸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安德利 又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都不确定 我们要赶快回控制室 找石原 快开门 石原先生 苏姐姐他们怎么了 命子 殴子 刚才是怎么了 是不是苏姐姐他们出事了 这个 你快说 是安德利 他用炸弹袭击了苏小姐他们 什么 那 那他们 他们现在 我隐约看到 安德利好像用手推车 把他们都带走了 带走了 带去哪里 不知道 以我现在的权限 很多监控是打不开的 而安德利的行动 几乎都躲开了既有监控的范围 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那 那怎么办 去找他们吗 不 不用急 既然只是把他们带走 说明至少在短时间内 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 既然他对这里很熟悉 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 食物在我们这里 他一定会找过来的 我们首先 要掌握他的行动和位置 可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掌握他的行动啊 是啊 要解开管理员密码 恐怕还要 没有那个必要 水源先生 你看看这个 这是 我们在餐厅发现了研究所的总负责员 亚索文罗的尸体 这是在他身上找到的 这上 有五乘八 四十个数字 五乘八 四十倍 难道书 应该不会操的 这应该就是管理员密码了 这下我们就可以拥有 全部的管理员权限了 就看这一下 通过了 耶 等等等等 你们看 开启第二集 生存验证 什么意思 你们看 那是什么 过去看看再说吧 这上面写的什么 请验证基地负责人掌文信息 这怎么办 我们到哪里搞什么负责人的掌文信息 基地负责人 不就是我们刚才在食堂见到的那具尸体吗 叫亚索门罗的 对啊 就是他 亚索门罗 是那个笔记本的主人吗 是的 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而且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保存得非常完好 我们只要再回一次餐厅 就一定能取得他的掌文 自报程序 十分钟 不好 快跑 站住 十分钟 你能跑到哪里去 想要活命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叫我们入入掌文 那就照办 原则 你是说 小鹅哥 现在 只有你才能救大家 你 你什么意思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餐厅里 搞到亚索门罗的掌文 而从这里去餐厅 通常都要二十分钟以上 一般人 是肯定没有办法 在十分钟之内来回的 可是你不一样 你是职业运动员啊 拜托 小鹅哥 五分钟之内 跑到餐厅 斩断尸体的手 带回来 不 不 斩断他的手 我做不到了 我是信佛的 灵果报应 伤害尸体 死后是会下地狱的 佛经还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七浮屠呢 难道我们七个人的命 还比不过一具尸体吗 佛经还有一个故事 浮屠和五百商人同动 遇到水贼杀人越后 佛不想看到任何人造下杀业 堕入地狱 于是佛决定 由他自己杀水贼 救伤人 请愿自己犯杀业 而堕入地狱 为救生而杀神 此为大慈悲心怀疑 为堕地狱 反而成佛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才是佛法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 我 我去 就给我吧 我还要大家 死在这里 还好 收拾也只花了不到一分钟 我来指示他最快的路线 一路向前 左手的一个路 拖短 前面路靠 用关 好 接下来一口静止走就到了 他速度很快 你先到才速度 很近 还有五分钟 你这个速度应该能赶上 莆桑果然很快 我去死了 WARNING! If you're right, I'll be afraid to count on him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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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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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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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他进去有快一分钟了 怎么还不出来 他在做什么呀 快呀 再不回来 可就来不及了 小哥 小哥 你怎么办 怎么还不出来 你怎么砍下他的手 带回来 你想害死大家吗 我 对不起 快 没时间了 快呀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是个废物 你是我连累了大家 你是我 害死了大家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反应 宁子 你去看看还剩多少时间 四分三十五秒 你怎么知道 从技术开始 我就一直在心里磨叽了 这次真的是被他害死了 早知道就不能信任他 奥尔文想 奥 文 想 relation 中文 我说过的话 你忘了你的教练吗 你答应过他 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你还没有把那一串竹筋栏框 你还没有证明你自己 你还没有把小雷 带给他停 你就甘心 这样窝窝囊囊的 死在这里吧 给我站起来 你那强壮的身体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生的 站起来 带上那只手 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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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走 这 这个人 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吗 快看 这 这是 小鹅哥 他 他进来 他竟然把事情整个抗回来了 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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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先生会定了 先生会打架 我能好速简单医术 每个人都要自己散他的东西 还有我的特长啊 各自刚跑得快 多年 还有一天是松懈的 这人的手怎么样 这几个人 也要跑得很快 好 好快啊 好想离去的时候更快 小鹅哥 加油啊 加油啊 时间呢 还有两分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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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公司 快 把门打开 十元 快啊 我去进 来吧 啊 啊 哎 啊 啊